我出生时,天上火烧云翻涌,似有龙凤城响紫气东来,算命地说我是紫微星下凡,必能让家人红韵齐天,直上青云。 但我妈不信,非要将我丢进茅坑淹死,因为我已经是她生的第四个女孩了。 姑姑把我捞了起来,说她养。 我妈逼她用自己儿子交换。 于是我妈终于有了儿子,姑姑有了女儿。 只是我妈不知道,姑姑的儿子是破军命,主灾祸。 我的出生引发了村子的震动。 因为天降一响,光彩横空,看不到边际的天穹,被大片大片的火烧云覆盖,整个村庄都被染上了一层祥瑞的红紫色。 火烧云本质上就是晚霞,大多时候面积很小,光彩暗淡。 可这一次的火烧云横贯了百里长空,伴随着下风吹拂,成片的云彩翻涌不息,造就了龙凤城祥的奇观,其间更有紫气东来,浩浩荡荡。 村民们嘖嘖称奇,而一位路过的算命先生盯上了我。 我正阴阴啼哭,我妈全然不顾生育的伤痛,对我破口大骂,又是个赔钱货。 老天爷呀,我究竟做错了什么? 我爸黑着脸站在门口,一言不发地抽起了汗烟。 我乃翻看我的下身,看了好几次,最后也骂了起来,又是女娃,你到底要生几个女娃? 你个造孽的玩意儿,赶紧扔了。 扔了,我妈满头冷汗地骂着,看都不看我一眼。 门口围了不少人,都是来看笑话的。 因为我妈已经生了三个女娃了,我是第四个。 按理来说,连生四个女娃,也不至于被全村人当面笑话。 但我妈花了大价钱买转胎汤喝,几乎年年都喝,可年年都是女娃。 加上我家是村里最富裕的,我妈平日里鼻孔朝天看不起人,她一生出女娃,大家多乐。 听说喝转胎汤都喝了几千块吧? 嘖嘖,亏死了,有好事者故意高声嘲笑。 我妈文言气急功心,忍着剧痛咆哮,扔了它,扔去茅坑,快扔啊,那个年代,多余的女婴往往是隐蔽地处理掉,或半夜用水盆淹死,或偷偷丢进茅坑,又或者暗地里送人,讲究的是一个不见光。 但我妈气坏了,大白天就要把我当众扔茅坑,逗得村民们哈哈大笑。 那位路过的算命先生拦住了我爸,让我爸先别扔。 这女娃天庭饱满,双目惊炯,父母公两道清光直冲天际,再配上紫气冬来的事,不得了啊,算命先生的话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毕竟今天的火烧云确实不同寻常。 我爸不耐烦地哼了一声,你不是给人办白事的马老头吗? 别来我这里蹭吃蹭喝,我不算命,我也不收你钱啊,我只是告诉你,你这女儿不得了,谁养谁发达,还不是有钱的发达,是有权的发达,马老头摸着自己脏兮兮的胡须。 放你娘的臭狗屁,我再也不会信你们这些算命的了,次次给我算是男娃,次次生女娃,还骗了我上万块买转胎汤,我呸,我妈指着马老头骂,她是真的能扛痛。 我奶奶抓起扫把来赶人,让马老头滚一边去,马老头一边走一边比划首饰,我不骗你们,这娃不得了,放古代高低把你们望上诸侯,放今天嘛,也能让你们家出个省长,那给你养得了,你去当省长,我妈阴沉遮脸,还在流冷汗。 我命见,受不得这福气,这紫棋东来是有讲究的,你们没听说过吗?老子出寒古官,就有紫棋东来,老子是什么人啊?那是圣人,我呸!滚,我奶也是气急了,抓着扫把抽马老头。 马老头赶紧跑了,一边跑一边叹气。 村民们顾着看热闹,也无人插手,我便被我爸抱去了村东废弃的茅坑。 村民们这下默契了,都不跟着,免得沾染了晦气。 我就被丢进了恶臭的茅坑,张着嘴哇哇大哭。 我爸又搬来石头砸我身上,砸得我翻了个面,口鼻都无法呼吸,已然是死定了。 关键时刻,我姑姑来了。 她早年嫁到了隔壁村,因为嫁得人穷,娘家人没有捞到什么好处,因此得了许多白眼,很少回娘家了。 这次算着我妈生产的日子回来了,一回来,就听说我被扔茅坑了,赶紧来找。 哥,你疯了不成。 这咋能扔了,姑姑惊得脸都变了,顾不得脏臭,立马跳进茅坑里捞我。 得亏是个废弃的茅坑,水不深,不然姑姑都有危险。 我爸火大,你捞他做啥? 我可不养,家里有三个女娃,你嫂子身体也生坏了,村医说她生不了了。 咱们家绝后了,家里绝后了,我要成为泄愤的牺牲品,毕竟少一张嘴能省好几口饭。 姑姑一身脏水将我抱了起来,挤压着我的胸膛,让我把臭水吐出来。 我哭得丝生力竭,小小的身躯卷缩着,四肢都在抽搐。 疯了,你们疯了,姑姑心疼不已,帮我挤了臭水,抱着我就往外跑,要去找医生。 我爸无动于衷,看着姑姑把我抱走了。 也是我命大,进了茅坑,竟然没啥事,转天就面色红润咯咯咯笑了。 当然,我是在姑姑家校。 姑姑家在隔壁村,只有一间矮小的泥瓦屋,潮湿又闷热。 家里除了姑父,还有两个男娃,大的已经六岁了,小的才半岁。 姑父长着一张国字脸,身材高大,腰杆笔直,是十里八乡的俊小伙,只是家里实在太穷了。 爱玲啊,你哥嫂那边怎么说? 这女娃她们真不要了,姑父抱着半岁的儿子,神色疲累。 姑姑表情苦涩,我不晓得,哎,先养着吧,我有奶水,姑姑养了我一个月。 据说,我每天都咯咯笑,半夜饿醒了,也很少哭,好养得很。 倒是她半岁的儿子极其难养,一天能哭十几回,而且霸道暴躁,小小年纪就会打人,姑父的脸都被她抓花了。 姑姑的奶头也被她咬破了,每次姑姑一喊痛,她就奇怪地笑,似乎明白姑姑很痛苦,不免让人有点毛骨悚然。 可以说,我的到来治愈了姑父和姑姑,不然他俩会被半岁的儿子折磨死。 好景不长,我爸妈和奶奶找上门来了,妈妈出了月子,走起路来风风火火,满脸铁青横肉,眼中利气肆虐。 朱爱玲,你什么意思?偷走我女儿是不是?信不信我报警,我妈一来就给姑姑一个下马威。 姑姑急了,我哪里是偷的?我去毛坑里捞的,你们要淹死她,爱玲,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不问字取就是偷,奶奶装模作样主持公道。 妈,是你们太过分了,怎么能淹死侄女?姑姑质问。 我爸冷喝一声,朱爱玲,我看你是我妹妹才没有报警的,我们也商量过了,你没有女儿,这个女儿就算送你了,但是,你得用成仔来换,不然我们报警。 我妈迫不及待地露出了疗牙,她想要的是姑姑半岁的儿子,成仔。 据说成仔出生的时候,遇到了天狗时日,大白天到处都黑乎乎的,村里的狗都不敢多叫一声。 很多人都说不详。 但成仔一切正常,而且长得白白嫩嫩,一双眼睛又大又亮,五官也是标致得紧,谁看了都喜欢。 短短半年,她已经在附近村子出名了,因为她长得实在太好看了。 我爸妈早就羡慕坏了,当初就暗示过想收养成仔。 但姑姑没同意。 现在,爸妈利用我的事又来索要成仔。 姑姑气得眼眶通红,你们还要不要脸。 扔了自己女儿,要我儿子,爱玲,你嫂子已经无法生育了。 咱朱家要绝后了呀,你就把成仔给嫂子养吧,以后她照样给你养老送终,奶奶不强势了,黯然抹泪。 我爸也说好话,妹子啊,你也是朱家人,真要看着朱家绝后吗? 以后家里的房子谁来住? 家里的田谁来耕? 姑姑听得咬牙咬头。 我妈大怒,不肯是吧? 好,我报警,让镇上的警察来抓你。 你可想好了,你老公不是要竞选村官吗? 他本来就超生了,现在还偷了别人家女儿。 这是拐卖妇女儿童,我看她还怎么当村官。 一句拐卖妇女儿童唬住了姑姑,她急得冒汗。 你瞎说什么? 我们超生是因为大娃腿有残疾,这是可以再生的,那拐卖我女儿呢? 你等着吧,我叫人去报警,我妈满脸凶悍。 正巧我姑父回来了,双方就吵了起来。 最后,我爸一把抢过我,高高举在头顶,不肯换事吧。 好,反正也是个没用的赔钱货,我直接摔死算了,我被吓得豪哭不止,仿佛预感到了危险,疯狂挣扎。 姑姑心疼坏了,无助地看着姑父。 姑父嘴唇发抖,看着越来越多围观的村民,捶着头撕哑道,就当我还你们家恩情了,你们把成仔带走,以后两不相欠,这里的恩情其实是指当初我爷爷力排众议,把姑姑嫁给了姑父的事,否则姑姑不可能嫁成的。 也只有死去的爷爷一直觉得姑父将来能出人头地。 半岁的成仔被抱走了。 我妈喜不自胜,将成仔搂得紧紧的,一连欺了好几口,眼神都要融化了。 侄子门前站,不算绝户汉,我有儿子了。 我的儿啊,我终于有儿了,真白真好看,我爸也笑开了花,腰杆都挺直了。 我乃跟在他们后头,如是重负。 朱家终于不用绝后了,那吉姆弟可以更下去了。 这件事引发了两个村子的热议,不过多数人是看热闹的,并不会插手。 只是人人都说姑姑家亏惨了。 那么好看的大胖儿子,换了个赔钱的女儿。 姑姑和姑父因为失去了小儿子,情绪低落,整个家里都死气沉沉的,唯有我懵懂无知的笑着。 那位马老头倒是来凑热闹了,他敲开了家门,姑父整理情绪迎接他。 马先生,您怎么来了? 哎哟,也只有你喊我一声,马先生了。 马老头笑出了大黄牙。 姑父勉强一笑,并不作答。 马老头又来看我,还摸了我的鼻梁和脊椎。 不得了不得了,你们家捡了大便宜。 小张啊,你可要好生养着他,养得越好。 这紫微星就越亮,父母宫就越旺。 马老头又一次夸我。 姑父和姑姑都一头雾水。 马先生是什么意思? 姑父询问。 马老头神秘兮兮一笑,天降福星,好的很呢。 还有,你们那个成仔,其实是个祸星,姑父脸色微变,有些不悦。 姑姑沉声开口。 马先生,我们不算命的,没钱给呢? 我只是提醒一下罢了。 当初你们生下成仔,我看过了,觉得不好。 但我们算命人说好不说坏,坏得不兴说的。 马老头又摸起了胡须,破居命格。 凶中之凶,其人暴躁无常,脾气不良,抑制骨肉无异,家破人亡。 你们送得好。 姑父和姑姑对视一眼,更加不悦了。 马老头立刻不说了,跨着自己的青布麻袋离开,嘴里轻哼着,破君啊破君。 老朱家要完蛋了,我在姑姑家安定了下来。 姑父给我取名张婉希。 我是在婉霞中出生的,所以取一个婉字,置于希,代表着希望。 姑父的大儿子也就是我哥哥,叫张明。 她才六岁,还没上小学,多数时候在村长家帮忙干农活,换点大米和番薯带回来。 她回来后发现承载不见了,自己多了个妹妹,当时就躲着脚蹦了起来,笑得纯真又开朗。 姑父很奇怪,问她高兴什么。 她迟疑着缩了缩脖子,我怕弟弟,她眼睛很凶,这下我不用看见她了。 六岁的小男孩,竟然怕半岁的宝宝。 姑父和姑姑都若有所思。 这个插曲很快过去了,因为农忙时节到了,姑姑和哥哥整日忙碌着抢收,而姑父开始忙于村里的工作。 村里很快要竞选村官了,包括村委主任,村党支部委员等。 其实一个小村庄,多数职务都是虚的,没用的,真正有用的就村长、村党书记等少数几个位置。 村长已经定下了,这次的重头戏是村委主任。 姑父当了两年,村委会委员了,出力多,肯吃苦,在村民心中的形象也不错。 他这次理应能选上的,可他却没有把握,因为有个县里回来的关系户也要竞选。 村中人议论纷纷,说关系户铁定要当村委主任了,姑父没戏。 过了农忙,村官竞选正式开始了。 姑父十分紧张,结果却意外地顺利,他直接当上了村委主任,没有一点阻碍。 姑姑都懵了,问怎么这么顺利? 姑父感慨,那个县里的关系户跑了,说我们这里穷山恶水,竟然还有人大白天往茅坑里丢女婴的,他受不了就跑了。 关系户的老家其实也是我们这里的,他还是村长的侄子,只是一直在县里长大,没有迁户口罢了。 一个穷乡僻壤的没有编制的村官,终究无法留住他。 可这个没有编制的村官,成了姑父红韵齐天,青云直上的第一步。 姑父当上了村委主任,一家人都很开心。 他特意抱起我,亲了两口,惋惜看来真是福星啊。 妈先生说得对,姑姑则一边笑一边给哥哥按脚,哥哥摸着脚看我,小小声说话,妹妹比弟弟可爱多了。 我爸妈也知道姑父选上了村委主任,但不屑一顾。 他俩路过我们村的时候,故意来嘲笑,一天天累死累活给大伙干活,真以为是个大官啊。 搞笑,姑父不为所动,只是看着妈妈怀里的成仔。 妈妈立刻抱紧了成仔,连脸都不肯露。 说好了交换的呀,别想着要回去,不然我们报警,妈妈威胁着姑父。 而成仔哇哇大哭了起来,闹腾个不停。 乖仔不哭不哭,饿了是吧? 吃奶奶,妈妈一脸宠溺,转身背对我们蹲下喂奶。 结果成仔一张口就是用力一咬。 妈妈痛得闷哼了一声,一头冷汗直流。 姑姑凑劲道,成仔咬人很痛的,得借奶了,那时候家家都穷,女人奶水不够,很多小娃娃都是三五个月就开始借奶,而成仔已经半岁了。 怎么也该借奶了? 但我妈不乐意,扭头就骂,痛什么痛。 我儿子咬得再痛我也开心,我爸在旁边插话,对,多吃奶长得好,借什么借,姑姑无话可说。 而成仔一直到一岁都没有借奶。 听人说,我妈的两个奶头都被她咬断了,痛得夜夜嚎叫,而成仔竟然会乐得咯咯咯咯的笑。 等到我一岁的时候,成仔一岁半,可算是借奶了,但她还不会走,也不会说话,就是发育得好,头特别大,身子骨架也大,抱着都手酸。 而我能走会跑,还会喊爸爸妈妈哥哥,甚至会说吃饭饭和水水等简单的话语。 村民们嘖嘖称奇,路过我家的时候就会逗我,笑嘻嘻,喊爸爸,我才不喊。 等姑父回来了,我就扑腾着小短腿跟螃蟹一样跑过去,巴巴,巴巴,姑父笑弯了嘴。 村人也笑,这女娃好厉害,聪明得很呢,那时候小孩普遍营养不良,一岁能走,会跑还会说话得实在罕见。 姑姑脸上有光,经常拉着我四处炫耀,叫我喊叔叔婶婶,逗得村民们笑呵呵。 我两岁的时候开始背唐诗,一手永儿背得清晰明朗,一字不错。 村里的老师都惊了,说我可以去上学了。 我问姑姑,上学是什么意思? 上学就是去学知识,将来考大学,走出村子去赚大钱,去过好生活,天天吃五花肉,姑姑说得简单直白。 我口水刷得流了下来,天天吃五花肉啊,那得多美啊。 于是我坚定了上学的念头,更加努力地被唐诗。 姑父是半个知识分子,当年差两分,就踏过了千军万马的独木桥,所以他在木板阁楼上放了很多书。 我有空就爬上去翻看,虽然看不懂,但能看见一些插图也开心。 他晚上回家,也会教我说话,读书,背诗。 姑姑看得心疼,老张啊,你快些歇息吧,一整天在大棚里忙的。 回来还要教小夕读书,多累啊,他还小,不急,小夕愿意读,那就得教,姑父很固执,我的工作很顺利,这两年成立合作社,推动土地流转,发展种植基地,搞大棚蔬菜全都非常成功,简直是一气呵成啊,他眼中有光,根本不觉得疲累。 也是啊,别的村都搞不成,就我们村搞成了,看来大棚蔬菜很快就能卖大钱了,姑姑不太懂这些,但知道蔬菜长是喜人,长得好,就能卖得好。 这都是姑父的功劳,村长老了,也任由他当起了隐形的一把手。 毕竟他能力强,肯吃苦,是真正能带村民走上发家致富的人。 我三岁那年,村里的大棚蔬菜大获成功,引得附近十几个村子震动,甚至还惊动了乡里。 姑父也是第一次去了乡里,进了乡政府汇报工作。 姑姑一整天提心吊胆,害怕姑父是犯了事。 我虽然才三岁,但已经明白了许多事,我就掰着手指盘算,肯定是好事,大好事呢,哥哥在一旁掰着玉米点头。 对,爸肯定要升官了,咱们有多多钱买五花肉吃了,姑姑摸摸我们的头,看着村口,翘首以盼。 结果还没盼回来姑父,倒是盼来了我亲生爸妈。 我爸骑着一辆崭新的嘉陵摩托车,载着妈妈,而妈妈怀里搂着成仔。 成仔三岁半了,依旧头大身大,表情看着有点木讷,眼神又很凶。 而且听说他说话依旧不流畅,仿佛声带没有发育完全一样。 姑姑迎接我爸妈,惊奇地盯着摩托车看。 我爸志得一满,妹子,好久不见了,过得怎么样? 听说你们村蔬菜卖得不错呀,我路过瞧瞧,它实际上是炫耀自己的摩托车。 那年头村子还是烂泥路,我们这片又是贫困区,摩托车是很罕见的。 爸妈买了摩托车,可见他们家里还是很有钱的。 是卖得不错,我待会去摘点,给你们带回去吃,姑姑笑了笑,眼神不自觉地瞄成仔。 成仔突兀地伸出了头,朝着姑姑冷笑,看什么看,见人,我们全都惊呆了。 我爸皱眉,呵斥成仔,但我妈无所谓,护着成仔皮笑肉不笑,村里人嘴巴脏,成仔学坏了,我会教好他的,姑姑呆愣了半赏,一低头眼泪流了下来。 哎哟,咋还哭上了呢? 成仔又不是你儿子,显得你多委屈似的,我妈加大了嗓门,幸灾乐祸。 成仔再次探出硕大的脑袋,哭什么哭,见人,你才见人,你全家都见人,我哥气炸了,冲上去骂,结果腿脚不好,一头摔倒在地。 我妈乐得哈哈笑,瞧这个瘸子,还敢骂人,摔疼了吧? 我爸棱眼扫视,妹子,我们好心来看你,你不管管你儿子的臭嘴,姑姑强忍泪水,将哥哥拉。 我妈拉了起来,哥哥气得直哭,我往前面一站,挡在姑姑和哥哥面前,瞪着我爸妈。 成仔便盯着我,看什么看,见人,很显然,成仔就是跟我妈学的粗口,我妈出口成脏,逮住谁都这么骂。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礼貌?你爸爸妈妈没有教过你吗?我爸爸经常教我要讲礼貌,不然没有人会喜欢你的。 我一口气说了一长串话,稚嫩的声音充满了坚定。 成仔发愣,显然无法理解我的话是什么意思? 她太笨了。 爸妈也懵了,一时间没回过神来。 附近的村民全都帮我 小夕说得好啊 这娃子太机灵了 将来肯定能上清华北大 村民们一吆喝 爸妈脸上挂不住了 我妈死瞪折我 你个小畜生说什么 你知不知道 你是被我丢掉不要的赔钱货 我当然知道 我是被他们丢掉的 毕竟村子里的流言蜚语 是藏不住的 我甚至也理解了 我被丢毛坑的这件事 毕竟我已经三岁了 不是一两岁的小孩了 我是小畜生 那你们是不是大畜生 我反问了一句 爸妈气得冒烟 村民们哈哈大笑 姑姑也忍不住笑了 把我往后拉 让我别说了 我妈下了摩托车 开始进行人身攻击 哟哟哟 小畜生能说会道啊 住这样的烂泥房 嘴巴没烂掉 也是齐了 他指着我们的烂房子 你孩子微星下凡 还他妈圣人 就住这破房子啊 沙发都没有吧 我妈一阵猛烈输出 我姑姑眼眶又泛红了 我爸补充公鸡 妹子 你得好好教育这个小畜生 还有 种蔬菜就好好种 让你老公别整天管村里的破事了 他真以为村委主任很了不起吗 要是我愿意 我都能当村长 这村里的官有个屌用 他这话说完 村口传来小孩兴奋的叫声 摩托摩托 又有一辆摩托 大伙 纷纷看去 正看见一个戴着头盔 衣着朴素的高大汉子 骑着崭新的摩托车驶来 我一眼认出是姑父 也就是我喜欢的爸爸 村民们也认出了 嘖嘖称奇 不明白姑父怎么去了一趟乡里 就有摩托车骑了 姑姑飞快地跑过去 眼泪哗啦就下来了 姑父下车抱了他一下 目光锁定了门前的我爸妈 我妈张口就问 张国华 你去哪里偷的摩托车 也不怪我妈怀疑姑父是偷的 毕竟那个年代人均工资才几百元 而一部好点的嘉陵摩托车 就要三千多元 贫困的山区里 谁买得起 我找乡里的领导借的 不然我今天回不来了 姑父如实道 乡里的领导 我爸竖起了耳朵 姑父点了点头 嗯 我要去乡里当差了 姑父说得很直白 跟村里人打交道 就要这么直白地说 一瞬间 所有人炸锅了 姑父要去乡里当官了 这下是有编制的 实实在在的官 乡里的官 虽然依旧是小官 但它是有编制的 单凭这一点 就跟村官有天壤之别 全村人都震惊了 随后是恭喜以及八戒 我爸妈黑了脸 他们在村里是有钱人 在乡里也有买卖 自然明白相关意味着什么 不过我妈转脸又讥笑起来 张国华 有点本事啊 可我听说相关工资很低的 一个月有两百步 对 我认识乡里的朋友 经常跟我诉苦 说干最累的活 领最少的钱 还不如去卖番薯呢 我爸找到了公寄点 基层的相关 确实苦 姑父也不反驳 工资低吃苦多都无所谓 能越过越好就行了 呵呵 当个十年相关 看你能不能买台摩托车咯 借别人的算什么本事 我爸不懈地扫了一眼 姑父骑来的摩托车 姑父不想搭枪 我妈不甘心地继续讽刺 就算买了摩托车 也不算什么本事 房子那么破 啥时候有钱修啊 我们家的三层楼可都修好了 这两年 爸妈家的房子再次翻新扩建 已然成了村里最高最豪华的楼房 听说大厅里还有个大彩垫 比摩托车还贵 爸妈有资本嘲笑我们 我听得生气 小手一插腰 咕咕一顿嚷 知道你们家有钱行了吧 八两鱼卖一斤 能不赚钱吗 爸妈是在乡里卖鱼的 我们村经常有人 背地里骂他们黑心 缺金短两的 我都听着呢 爸妈脸色一沉 指着我骂 你个小畜生瞎说什么 谁八两鱼卖一斤了 就是你们呢 难道是我呀 我理所当然地反问 爸妈脸更黑了 一旁的村民们城市围攻 就是就是 八两鱼卖一斤 三层楼都赚到手了 大老板了 我上次在你们那儿买一条三斤鱼回来一撑 我乐个妈爷 两斤半不到 村民们七嘴八舌了 爸妈脸色一阵青一阵红 找了个借口就开溜了 姑父哈哈大笑 抱起我亲了一口 小婉西 你咋这么能说会道呢 我看你不是紫薇星下凡 是文曲星下凡 将来哪笔感资的 姑父说 我是文曲星下凡 也是有道理的 毕竟我太会说话了 我看书十字也快 有些字迹一遍 就能记住了 上了幼儿园后 我无疑是班里最聪明那个 当时我们乡里并没有独立的幼儿园 所谓的幼儿园是开在小学里的 附近村里的小孩有条件的就去上 不上也没关系 等六岁上小学就好了 姑姑家条件很差 我大哥张明就没上过幼儿园 我理应也不上幼儿园的 但姑父当了乡官 家里条件就不一样了 我是乡里领导 主动安排进幼儿园的 他们了解了姑父的家庭情况后 立刻给予了照顾 领导们很重视我 说我们乡能不能崛起 就看我的大棚蔬菜了 我一定要努力干 把我们乡打造成大棚蔬菜之乡 姑父干尽十足 很感激领导们对我的好 姑姑竟然流了泪 鼓励姑父加油干 家里交给他就行了 于是姑父彻底投身到了乡里的蔬菜事业中 最忙的时候 半年都没有回来过一次 但他每次回来都喜气洋洋的 因为他的工作越来越好 我们附近的村子都种上了大棚蔬菜 长是喜人 姑父运筹帷幄 信心十足 而我进入幼儿园后 仿佛文取星的基因被打开了 我开始如饥似渴地吸收知识 背诗 数述 写字 我学啥都轻而易举 幼儿园的老师天天夸我厉害 比小学生都厉害 读了三年幼儿园 我已经会读两百多个汉字了 还会写一百来个汉字 许多简单的幼儿课文也能看懂了 基础的数学算术 英语单词我更是信首拈来 老师特意到我家拜访 跟姑姑热切道 大姐 你这女儿太厉害了 我觉得市里的小孩都比不过她一根手指 要知道我们乡里的条件可比市里差了几十倍啊 当时的乡里幼儿园教学就是走行事 一般老师在上面教学 孩子在下面打闹 基本没有人学 我却学得比市里小孩还好 我姑姑自然是乐开了花 对我的未来充满了憧憬 晚夕将来一定能上清华北大 六岁那年 我准备上小学了 我奶奶却病重了 让姑姑回去见一面 姑姑对奶奶一直有恨 毕竟当初就是奶奶出面夺走了城仔 可她毕竟是姑姑的亲妈 姑姑还是同意了 由于家里就我和姑姑 姑姑不放心 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 因此也带上了我 我们翻了一座山 终于到了奶奶村 这就是我真正的老家了 可我对此毫无印象 姑姑也不多介绍 带着我去了村里 唯一的一栋三层大楼房 那是我爸妈的家 才到门口 我就看见有个大胖男孩 蹲在门前的泥地 玩着什么 仔细一看 那大胖男孩 正一脸怪笑 伸出手指 将门前搬家的蚂蚁 一只一只地碾死 小孩子不分善恶 很多人都会踩蚂蚁 但多数踩两脚 就不理会了 可那大胖男孩很奇怪 他是一只 接着一只 慢悠悠地碾死 还会举起手指 看指头上残留的蚂蚁尸体 然后发出咯咯怪笑 在他身旁 已经有了一条 数米长的蚂蚁尸体线 可见他已经玩了几小时了 竟然还不腻 姑姑眼睛有点红 他认出那是成仔了 成仔原名张立成 后来改名朱立成 她是我爸妈家 唯一的男娃 成仔 姑姑纠结地喊了一声 成仔抬头看来 两个脸颊红扑扑的 一双掉眼 有着与年龄不符的力气 她并不回应姑姑 而是继续碾蚂蚁 这时我亲妈出来了 她第一反应 就是赶紧跑到成仔身前 生怕我姑姑 把成仔抢回去似的 我来看看老娘 姑姑抿了抿嘴 我妈这才放心 撇嘴笑笑 她躺着呢 贪了 我看活不久了 死了才好 她臭死了 成仔接话 姑姑脸色惊变 成仔 你怎么能这样说 那是你奶奶 关你屁事 贱人 成仔冷森森地哼了哼 姑姑咬了牙 质问我妈 你怎么教育的孩子 六岁半的娃 能说这种话吗 朱爱玲 你来找茬是吧 小孩懂什么 她爱说 就说呗 我妈反骂 就你会教育是吧 哟哟哟 听说你还送小畜生去上幼儿园了 笑死我 没钱学什么城里人呢 我妈说着不屑地看我 真会教育呀 送去读三年幼儿园 浪费多少钱呢 她又不是男娃 学来有个屁用 姑姑本性内向 吵不过我妈 但我可不内向 立刻反驳 我学来大有用处 我识字懂术 还会英语哦 屁屁屁 啥玩意屁屁屁 我看你学了个屁 我妈大骂 那也好过有些人 只会玩蚂蚁啊 我眼斜斜地撇着成仔 我妈当场破防 一把拉起成仔 成仔也读了幼儿园 还是送去镇上读的 比你厉害多了 来 成仔 被讹讹讹 我妈急于找回厂子 成仔不情不愿地讹了起来 讹讹讹 趋向向天歌 鸡毛 我笑死 我两岁就会的诗 成仔读了幼儿园还不会 白毛浮绿水 红掌拨轻拨 我帮成仔续上 这是唐朝诗人 洛宾王写的 意思是一群鹅 伸着弯曲的脖子在歌唱 洁白的羽毛 漂浮在碧绿水面 红红的脚掌 拨动着轻轻水波 这翻译 是姑父教我的 我三岁就懂了 我妈哑巴了 不可思议地盯着我 我哪里像个六岁的小娃 我妈彻底哑巴了 第一次用不分的目光看成仔 但马上又转变为喜爱 在农村 男娃再差再笨 也是带把的 女娃再好 再棒 也是赔钱的 女娃娃读书再好也没用 以后还不是要嫁人 哪怕考上大学 也是给人当媳妇的 我爸走了出来 脸色冰冷 姑姑压下不满开口 哥 我不是来吵架的 妈呢 妈在里面呢 你去看吧 我爸指了纸屋里 姑姑立刻拉折我进门 但我爸拦住了我 这小畜生不能进去 他掉进过茅坑 有晦气 还不是你扔进去的 姑姑气坏了 我爸冷哼 你非要带他进去的话 那你们就一起滚 姑姑憋屈地咬牙 我主动松开姑姑的手 说我在外面等着 姑姑摸了摸我的头 还是一个人进去了 爸妈也进去了 估计是怕姑姑偷东西 门外就剩下我跟成仔 成仔不念蚂蚁了 他盯着我看 他的头和骨架很大 才六岁半就长得高高的 看着有点吓人 我特意离远了点 成仔却靠近我 露出一丝奇怪的笑 我在爸爸房间里 找到了一些光碟 很好看的 我带你去看 光碟 我不懂光碟是什么 摇头说不去 他一把拉住我的手 去吗 真的很好看的 很多男人女人 不穿衣服 在里面呢 我也不知道 他们在干什么 但就是好看 我一头雾水 什么男人女人 我不去 你自己去 我用力挣扎 但甩不开 成仔发了狠 骂骂咧咧地拖我 我让你去就去 跟我一起看 我被他拖倒在地 摔得头晕目眩 吓得大叫 他见我大叫 竟伸手捂住我的嘴 整个人的重量 压在我胸前 我险些晕厥 叫什么叫 贱人 信不信我吊死你 成仔下身乱拱 我听过这个词 村里经常有人说 我不懂什么意思 但知道 肯定不是好话 我用力咬他的手指 趁着他吃痛松手 我大叫姑姑 姑姑在楼上 并没有及时赶下来 但我姑父来了 他跟神兵天将一样冲了过来 一脚将成仔踹开 成仔滚了好几圈 撞到桌脚才停下 他气坏了 爬起来就冲向姑父 张牙舞爪跟一头恶狗一样 姑父惊了惊 估计没料到六岁半的成仔这么凶残 谁教你这样的 姑父气急之下 又一脚将成仔踹翻了 成仔痛得起不来 张嘴哇哇大哭 正巧姑姑和我爸妈跑下来了 见到这般情景 我妈大惊失色 赶紧去抱起成仔 我爸则怒斥姑父 你他妈疯了 打我儿子干什么 你儿子欺负我女儿 姑父也怒火中烧 这一刻 他似乎忘了 成仔是他亲生儿子 姑姑抱住我 安抚着我 问我到底怎么回事 我一五一时说了 我妈气得发抖 你个小畜生血口喷人 成仔才几岁啊 他哪里懂那些东西 你见不见啊 好你的小畜生 这样污蔑我儿子 我打不死你 我爸气急败坏 撸起袖子 要来抽我 姑父一胯步拦住他 声若红中 朱天 你动我女儿试试 你他妈以为我不敢 你算什么东西 一个破相关飞天了 我爸连我姑父都要打 我姑父狠狠推开他 压抑着怒火道 我现在是石棺乡副乡长 我特意来告诉你 鉴于多名群众举报你的鱼档缺金少两 我们乡里决定撤销你的鱼档 你卖不了鱼了 姑父一语惊人 由于刚才的一番闹剧 周围来了不少看热闹的邻居 听姑父自称石棺乡副乡长 眼珠子都瞪大了 副乡长在农村可是妥妥的大官乐 属于副科级干部 在整个石棺乡都能说上话 姑姑也傻了眼 她知道姑父的仕途一直很顺利 但没想到才半年不见 姑父已经当上了副乡长 你他妈放屁 你副乡长 我爸震惊过后怒火更加上头 他打死不信 我妈抱着成载也开骂 张国华 你就吹吧 还副乡长 还撤销我家余档 你算什么东西 他这话一落 家里的有线电话响了 我爸哼了一声去接听 结果脸都白了 姑父脸色冰冷 是乡里打来的电话吧 你们找个时间去把余档的事办了 我不再另行通知 我爸嘴唇开始哆嗦 对电话里的人陪着笑 领导 肯定是坏人举报的 我们做买卖讲良心的 但无论他怎么说 乡里的决定都不会改变 我爸没辙 冲着辜负大骂 好你个张国华 当了大官就搞我事吧 你多了不起哟 欺负我们平头百姓 你不得好死 我爸显然气疯了 他能发财全靠乡里的鱼当 卖不了鱼了 以后只能耕田种菜 收入锐减 免不了落魄 整个家庭从今天开始就必定会走下坡路 我妈也跟着我爸妈 张国华 我们好歹是亲戚 你怎么能这么绝情 我们不好过 你也别想好过 姑父不动如山 这是乡里的决定 是人民群众的决定 姑父根本没有针对他们 姑父是有大格局的人 他一心想让石棺香摆脱贫困 打造成远近闻名的大棚蔬菜之乡 哪里有心思去折腾什么鱼当 附近的村民们议论纷纷 多数幸灾乐祸 偷偷地笑 我爸妈脸色发绿 咬牙切齿 正巧三个女孩背着柴回家了 我妈转头就破口大骂 没用的废物 这么晚才回来 你们吃食长大的吗 三个女孩愣在当场 吓得手足无措 全都低头不敢动 我打量他们 发现他们比我大不了多少 但着装打扮比我还寒酸 手脚也脏兮兮的 不知道吃了多少苦 显然 他们是我的三个姐姐 我是爸妈的第四个女儿 好了好了 我们走吧 姑姑轻叹一口气 将我抱了起来 姑父也不多留 看了三个姐姐一眼 默默地离去 我趴在姑姑肩头上 目光还注视着三个姐姐 他们偷偷看我 又飞快地低下头 回到家里 门口助力着一辆崭新的摩托车 一群孩子正好奇地抚摸 姑姑喜出望外 老张 那是你的摩托 嗯 乡里奖励的 我忙得很 开摩托车跑村方便些 姑父很欢喜 他也有摩托车了 我最欢喜 因为我觉得摩托车可威风了 我跑过去往上面爬 孩子们都让开了 姑父哈哈一笑 载着我去兜风 半路上还遇到了挖番薯回家的哥哥 哥哥快上来 我喊了一声 哥哥一瘸一拐跑过来 干巴巴的脸蛋染上了红光 爸 你的 哥哥都要激动哭了 姑父一把将他提了上来 是咱们家的 抱紧你妹妹 冲漏 轰的一声 摩托车飙了出去 在石子路上颠簸得很 磕得我屁股疼 哥哥也疼 但我们乐坏了 挥折手挖挖叫 可惜 姑父很快就停了 说安全起见 只能飙这么一下了 前面路烂不能飙 我跟哥哥兜兜起嘴 但也乖乖听话 一家三口又慢悠悠地坐着摩托车回去了 姑姑在门口张望 见我们回来了 立刻系着围裙去厨房 我来烧饭 好久不回来了 手艺末生疏了 姑父要下厨 姑姑应允 搬来小凳子开始给哥哥按脚 这是每天必干的事 我蹲在一旁看哥哥的跛脚 思存着 以后有了钱 去大医院医好哥哥 不用 我好得很呢 钱留给你读书 我想去打工 哥哥笑得纯真 姑姑打了他一下 你爸当大官了 不缺钱 你也要念书 我读不进去呢 头疼 我就想打工 我养妹妹读书 他考清华北大 哥哥比同龄人要成熟许多 大概是从小的瘸腿 让他更加敏感 更加喜欢思考吧 姑姑给他白眼 先不说这个 姑父做好了饭 香气四溢 我们一家围着吃饭 姑姑询问姑父 现在工资多少 不多 八百 姑父笑了一声 姑姑嘴巴张大了 八百 太多了 听从广东回来的小伙子说 他们进场打工 一个月往死里干 才能拿一千多 姑父在穷乡僻壤 能拿八百 这说出去 不得惊掉人下巴呀 晚夕真是福星啊 姑姑抹着泪 给我加了一块五花肉 姑父却若有所思 麻先生说晚夕是福星 成仔是货星 难道真会应验 我看成仔已经学坏了 他 爱 想起成仔那个大块头 我缩了缩脖子 他真的好吓人 他似乎也开始 让他家里倒霉了 于当被撤销 只是个开始 姑父回了乡里后 我也正式上小学了 石棺小学一年级 我第一次见到 那么多小朋友 感觉什么都新奇 我还有点紧张 怕学不来 结果老师教的 我早就会了 我甚至觉得难度 还不如姑父教的 不过我也遇到了不开心的事 我见到了成仔 他在我隔壁班 也是独一年级 他明明去镇上读了幼儿园 怎么回乡里读小学呢 后来我才知道 成仔实在太笨了 镇上的小学压根不收他 我爸妈走了各种关系 还送了很多礼 可依旧无法让成仔 进入镇小学 我爸妈只能灰溜溜地 把他送回了石棺小学读书 跟我一样 独一年级 他还不认真学习 每天吵吵闹闹 干扰课堂纪律 动辄骂人打人 俨然成了班里恶霸 我着实怕他 所以刻意避开 但有次早上 还是撞见我爸妈送他来学校 爸妈见了我 立刻一脸仇视地 跟成仔说悄悄话 估计在骂我 成仔死盯折我 一双调研 仿佛电视里的鬼眼一般 吓得我赶紧跑了 不料上课的时候 成仔突然跑进了我教室 抓着课本 狠狠地砸我的头 我吓懵了 同学们也一片精华 老师赶紧过来阻止 但老师长得娇小 体重还不如成仔 被成仔一把推翻了 成仔继续死命砸我 嘴里骂着 让你爸坏我家余大 我打死你 贱人 贱人 他实在太高了 也太重了 对于我们一年级的女生来说 就是一座小山 附近的同学 全都吓得落荒而逃 老师摔到了尾锥骨愣 是爬不起来 我就被成仔暴风几雨的殴打 一阵阵目眩 厚厚的书本 砸得我脑瓜子嗡嗡响 还是我哥冲了进来 他读六年级 在我们楼上的楼上 他听到尖叫 立刻感觉不妙 赶紧冲下来查看 就看见我被成仔殴打 你妈的 我哥瘸着脚 抓起一张凳子往成仔脸上砸 成仔牛高马大 比我哥高半个头 但被凳子砸了一下 还是吃痛地放开了我 他转头就跟我哥打了起来 我哥本身瘸腿 长得也不高 立刻被成仔压翻在地 成仔挤拳下去 我哥脸上就冒血了 哥 我大喊起来 原本颤抖不止的身躯 也不知怎么来了力量 我举起自己的凳子 朝着成仔后脑勺 狠狠地砸了下去 成仔惨叫一声 晕倒在地 成仔被送去了镇医院 情况不明 我跟我哥都在发抖 站在办公室里 都控制不住地发抖 校长和老师们 全都过来了 问清楚了情况后 愁眉苦脸 小学里发生 这么恶性的斗殴事件 影响极其不好 成仔爸妈朱天和赵翠 也赶了过来 但来不及 那我们就火烧火了的去镇医院了 姑姑放下农活来学校 将我和哥哥紧紧抱住 没事的 不要怕 我原本没哭 听着姑姑的话就流了泪 晚些时候 成仔爸妈从镇上赶了回来 他们显然松了口气 成仔姑寄醒了 所以他们来算账了 张婉希 你个小畜生 我儿子的脑袋被你砸坏了 赵翠进办公室就冲向我 一把揪住了我头发 我姑姑愣是推不开它 校长赶忙劝阻 老师们也拦住 赵翠这才放开我 我痛得头皮发麻 眼泪一颗一颗往下掉 我哥昂着头大叫 都是我干的 跟我妹妹无关 你个小杂种也跑不了 我儿子要是伤了一根毫毛 我把你另一条腿也打断 朱天指着我哥骂 我擦擦眼泪 咬着牙反驳 我跟我哥都伤了 你去打断你儿子的腿吧 小畜生还敢顶嘴 是你儿子先打我的 大家都看着 我哥只是来救我 我虽然哭了 但没有被吓傻 这件事是承载不对 我的老师也说是 朱立成莫名其妙 冲进来殴打我的 还有老师说 朱立成脾气暴躁 已经不是第一次打人了 朱天和赵翠气急败坏 你们都帮着张婉希是吧 就因为他爸是副乡长 一群马屁精 老资让他当不了副乡长 看他神气什么 赵翠眼中闪着阴险的光 后来姑父赶来了 双方开始协商解决 成仔没有大碍 只是被我砸晕了过去 他脑子本来就蠢 砸晕一次也不会更蠢了 但鉴于成仔被送去了医院 显得更吃亏 朱天和赵翠铁的新药索赔一万 不给一万这是完不了 我们告诉你 告到乡政府去 朱天毫不退让 姑姑想求情 但姑父腰杆一挺 脸色冰冷 那你就去告 我等着 姑父寸步不让 他心疼我跟哥哥 朱天两人气炸了 对视一眼咬着牙走了 但我们都知道 这件事不会就这么算了 他俩回村后 到处造谣我们仗势欺人 说姑父当了大官 想弄死他们 农村里的谣言有一个特征 那就是不需要辨别真假 能让人觉得有乐子就行了 村民们显然觉得有乐子 有了乐子 就会一传十十传百 什么张国华当了副乡长 利用职权打压歌嫂 什么张国华的儿女横行霸道 殴打群众之子 所有人都知道石棺香在慢慢富裕 所有人都知道石棺香的蔬菜 越卖越好 可没几个人知道背后 是我姑父的功劳 于是姑父背上了污点 这个污点在半个月后被放大了 那天姑父脸色灰白地回到家 骑着摩托差点栽进田里 我们都关切地看他 姑姑询问 老张 咋了 有不少人怜悯举报我当初偷走了惋惜 涉嫌拐卖儿童 姑父叹了口气 神色疲惫 姑姑立刻明了 忍不住气骂 诸天他们怎么能那么坏 肯定是他们干的 他们显然要复仇 我似懂非懂 是不是我连累了 不是 你别这样想 姑父打断我的话 惋惜是我们家的福星 怎么会连累我呢 后来我才知道 确实是我连累了姑父 我跟成仔在学校发生的事 破坏了姑父的好名声 他毕竟是当官的 而成仔家是平头百姓 当官的儿女把百姓的儿子打进了医院 并且不肯赔偿 这件事无论怎么解释 都是空白无力的 再加上我并不是姑父的亲女儿 是私下里领养的 真要计较起来 并不合规 现在的石棺香 对姑父的看法已经改变了 姑姑眼睛红了 回头看了一眼 依旧潮湿破烂的瓦房 意识到家里的前途断了 但他马上调整了状态 笑着安慰姑父 当不了官了是吧 没关系 咱们好好种蔬菜嘛 现在日子越来越好 饿不死的 姑父沉默不语 看着远远近近的大棚子 陷入了短暂的迷茫 我也看棚子 却看见朱天和赵翠 带着橙子趾高气扬的过来了 他们的摩托车扬起沙尘 扑面而来 迷了眼睛 姑姑想拉折我们进屋避开 可朱天已经张口羞辱 跑什么呀 大官不是很嚣张吗 他骂着姑姑 眼睛却斜瞥着姑父 姑父恢复了冷静 不怒自威 我家可不欢迎你们 请离开 哈哈哈哈 这路是你家的 我们偏不离开 赵翠下车 让承载也跳下车 承载跟以前没啥两样 他恶狠狠盯折我 一只手摸后脑勺 裂开嘴侮辱我 小贱货力气真大 不知道在床上大不大 他看多了光碟 又说这种恶心的话了 赵翠竟然笑呵呵 承载长大了 会打混了 嫂子 你这样教育孩子 他以后会烂掉的 姑姑气得直哆嗦 承载毕竟是他生下来的 又来这一套 我说了 承载不是你儿子 是我儿子 我想怎么教就怎么教 赵翠趾高气痒 朱天叉折手讥讽 妹子 先想想你们的出路吧 真可怜哪 好不容易当了个官 又要回家种地咯 你们家这破房子 我是看了一年又一年 都快塌了 啥时候才能翻新呢 他们每次来 必定攻击我们家房子 这也是姑姑的痛点 姑姑无力反驳 姑父也沉默了 但这时 一辆黑色的汽车 驶入了村庄 在泥泞的石子路上 激起了厚厚的尘土 远远近近的村民都震惊了 小孩们跑出来大喊 小汽车小汽车 我们这个贫穷的小山村 竟然出现了一辆小汽车 这在镇上都是很少见的 车身上面还有三个字 公务车 我们石冠乡是没有公务车的 这车可能是镇上的 姑父脸色正了正 整理了一下衣领 预感到对方是来找他的 朱天和赵翠不敢出声了 差一观望 终于 小车停了 停在了二十米开外 因为无法再前进了 一个穿着黑衣服的小青年下车 朝着姑父招手 姑父小跑过去 那车里又下来三个男人 都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 他们一下车就打量村里的大棚 一边看 一边点头 脸上很是赞许 姑父过去握手 小青年给姑父介绍了一下来人的身份 姑父更加严肃了 随后 姑父领着他们走上了田梗 一路沿着大棚蔬菜的路线参观 不少村民跟着 都听到了一些话语 很快 我们家的邻居黄叔跑了回来 兴冲冲地跟姑姑道喜 朱爱玲 你老公要去镇上当官了 啊 姑姑愣住了 朱天脸色惊变 你放什么屁 他才被乡里开了 哪能去镇上当官 是真的 我听那个领导说 咱们石关乡的经济是一年翻三番 在整个关庄镇都出了名 黄叔擦了擦件出来的口水 人家早就看上国华了 只是乡里还需要国华 现在乡里稳定了 就让国华去镇里干 多亏了乡里开了国华呀 不然镇上还不好要人呢 朱天两人文言脸色铁青 是他们助了姑父 一臂之力 姑姑喜极而泣 难以置信 放你娘的臭狗屁 张国华欺压百姓 拐卖儿童 我不信镇里要他 朱天冷静了一下 还是不愿相信 冲去见领导 姑姑担心出事 赶紧跟上 我和我哥也跟着跑 我们很快见到了领导 领导们正坐在树下 阴凉的石头上 听姑父讲解 姑父意气风发 笔直如松 讲得生动形象 颇有大将之风 我们走近的时候 一个戴着眼镜的领导 慈眉善目地笑 小张啊 其实上年我就想来 见见你了 但你们乡里太需要你了 我不好意思把你抢走 领导话没说完 朱天就冲到了跟前 竟扑通一声跪下 张口大喊 领导们 你们不要相信张国华呀 他就是个贪官 朱天这一出 把所有人都整蒙了 就连小小年纪的 我都抽了一下嘴角 好丢人 朱天真的好丢人 那几个领导也吓了一跳 让朱天赶紧起来 朱天爬起来指着姑父诉状 说他怎么拐卖儿童 怎么欺压百姓 几个领导听得神色不悦 随后也不说什么 先回车里去了 只留下那个开车的小青年 朱天就问小青年 小兄弟 领导们怎么走了 你们一定要惩治张国华呀 小青年一脸不愤 你真当领导们是吃素的 张国华的出身背景早就调查得一清二楚了 他要是那么不堪 领导们会来见他 可是他拐卖我女儿 呵呵 我就是石棺香的人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女儿被你丢毛坑了吧 当年可是传得沸沸扬扬的 小青年更加鄙夷 朱天将了将 眼神躲闪 一个字说不出了 小青年也不多话 他给姑父一包烟 客客气气地笑 张哥 以后一起共事 多多关照啊 显然 姑父去镇里当差的事 已经是铁板钉钉了 等小青年开车走了 附近的村民全都围了过来 对姑父 那叫一个谄媚啊 朱天两人被挤到了人群外 脸色惨白地看着 都顾不上成仔了 我跟我哥对视一眼 见成仔蹲在田耿上 看水沟里的鱼 果断偷偷溜过去 给了成仔一脚 成仔尖叫一声 滚进了水沟里 我跟我哥快速躲进了玉米地里 嘻嘻 姑父调去了镇上 官庄镇 官庄镇是我们整个县最大的镇之一 辖区内除了像石棺乡这样的穷乡 还有一些富裕的乡 每个乡都有能人 但领导们偏偏看中了姑父 可见姑父的能力有多出众 我们一家跟着沾光 全都去了镇上 镇里分了一套临时住房给姑父 竟然有一百多平 足以住下 我们一家人了 我跟哥哥直接进了镇小学 安排得妥妥当当的 要知道 当初朱天和赵翠 为了把成仔送进镇小学 可是耗尽了心血 可成仔太蠢了 还是灰溜溜回了乡里上小学 听说朱天两人得知我进了镇小学后 气得一整夜没睡着 第二天天一亮 就把三个姐姐拖出门打 他们开始怨恨家里女娃太多 带来了晦气 才让他们诸实不顺 其实是成仔让他们诸实不顺 这些年 他们家里的晦气是 哪一件不是跟成仔粘鞭的 可他们不舍得打骂儿子 那就继续晦气着吧 我在镇上的生活相当顺利 主要是我学啥都容易 每一课都能考满分 对于孩子来说 学习顺利 一切都顺利 姑父更加顺利 他的能力实在出众 只是以前的平台太小了 限制了他的发挥 现在鲤画龙 一朝飞天 短短六年 他一再晋升 似乎我没考一次期末时 他就会晋升一次 姑姑都变得不安了 有时候会如履薄冰 老张啊 你这关越来越大 我感觉太不真实了 心里不安生 姑姑一辈子没见过什么大官 更别提自家老公当大官了 姑父笑了 都是运气好 我这样的人哪怕能力在出众 也需要在基层好好磨练 断然不会晋升这么快 但是 如今全国都在大改革 你看广东改革的多好 深圳都起飞了 小渔村变大都市了 姑父脸线憧憬 这是一股大事 浩浩荡荡川流不息 谁能抓住这股事 谁就能飞起来 姑姑听不太懂 你抓什么事 不是我要抓 是关庄镇要抓 是高城县要抓 是咱们事 咱们省都要抓 姑父伸出两只手 亢奋无比 不管黑猫白猫 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他越说 姑姑越糊涂 我插话 领导们想让镇子飞起来 姑父就是疯了 他要吹得大大的 镇子才能飞得高高的 哈哈 还是惋惜聪明 我当然聪明了 我都十二岁了 这一年 我要上初中了 我哥张明成年了 他立刻嚷嚷要去广东打工 姑父和姑姑头疼 骂他 你真不是读书的料 初中高中全没读好 无所谓了 妹妹读得好就行了 哥哥压根不在乎 朝我几眉弄眼 他确实不喜欢读书 初中三年混日子 高中三年还是混日子 姑父琢磨了一下点头 那你去打工吧 你还小 多去磨练磨练 吃不了亏 其实以姑父的能力 可以给哥哥安排个阵里的工作了 可姑父不乐意这么干 姑父为人正直 这么多年 从未收过贿赂 不然老家的房子 早就能翻修了 哥哥就这么难下了 他临走前抱了我一下 让我好好读书 考上清华北大光宗耀祖 我有点想哭 把我积攒的零花钱给他 他不要 大咧咧地笑 我有钱 你放心 我还能赚大钱 以后我供你读大学 他念叨了很多年 要供我读大学 没想到真的要供我读大学了 哥哥南下打工后 我变上了初中 我们镇上的初中离我家不远 不行五分钟就到了 姑姑原本想送我去 但我拒绝了 我一个人能行 我背着书包 兴冲冲地去学校 走到半路的时候 前面一辆侧翻的摩托车挡住了去路 很多人和车也被挡住了 我挤过去一瞅 赫然看见了朱天和赵翠 他俩破了膝盖 血流不止 狼狈不堪 旁边 朱立成安然无恙 抓着一台山寨鸡看得入迷 压根不管发生了什么 我发现朱立成更高了 足足一米七了 个头大 双腿粗 虎背熊腰 当然 这些不算吓人 最吓人的是他的面相 他的双眼小了许多 鼻子塌了 嘴巴又大 整个五官显得极其不协调 明明小时候 那么好看 长大了净这般奇形怪状 这当儿子的 不帮你爹妈捡东西啊 你爹妈腿都流血了 有人被堵得不耐烦 高声呵斥朱立成 捡东西的爸妈 并没有叫朱立成帮忙 只是加快了速度 朱立成头都不抬 还在玩手机 你聋了 帮你爹妈捡东西 你自个的被入水桶都掉了 又有人骂了起来 朱立成显然是来助校的 带来了很多东西 散了一地 朱立成终于抬头了 他恶狠狠地盯着众人 眼神跟刀子一样 你马勒戈壁 瞪什么瞪 有个二流子踢了朱立成一脚 朱立成怒吼一声扑上去 手里的山寨鸡 猛地朝二流子头上砸 二流子翻身逃跑 吓得够呛 朱天两人也吃了一惊 赶紧拉住朱立成 朱立成指着那个二流子 你再叽叽歪歪 老子杀了你 二流子是镇上的小混混 竟被吓得不敢吭声了 但其余人怯怯思语 议论朱立成是怎么交出来的 竟然那么凶残 赵翠不乐意了 插腰呵斥你们嚷嚷什么 我儿子怎么教的 关你们什么事 教得那么凶 以后说不定杀人呢 有人躲在后面嘲笑 朱天两人气得够强 朱立成也再次发飙 朝着人群冲撞 谁说的 滚出来 老子先杀你 一群人赶紧退开 结果就把我暴露了 我现在一米六了 扎着丹马尾 穿着姑姑精心挑选的衣服 鞋子也很干净 整个人清清爽爽的 朱立成一眼锁定了我 顿时两眼放光 待了好几秒 他爸妈第一时间没认出我 也不由多看了几眼 我转身就走 赵翠便认出了我 惊诧地喊 张婉希 我假装没听见 快不离开 赵翠竟跑来拉我 张婉希 你跑什么跑 见不得光是不是 距离近了 我才发现 他老了许多 两鬓发白 皮肤均烈 不负当年的神采 这让我有些诧异 在我印象中 我的这个亲生妈妈 可是有钱人 跟别的农村妇女比起来 简直是电视里的富太太 没想到也会有沧桑的一面 看来 于荡被撤销后 他家受到的影响极其严重 做什么 我平静问他 他上下打量我 随即讥笑 小小年纪就打扮得这么骚 给谁看呢 来镇上学坏了呀 他故意恶心我 他对当年的事耿耿于怀 只是由于我们一家不在村里 他找不到机会寻仇罢了 四十岁不到就这么老了 给谁看呢 我盯着他的白发 他当场气坏了 立刻道 你个小畜生 依旧这么牙尖嘴利的 你懂不懂什么叫做礼貌 我摇摇头 贴了一眼地上漏油的摩托车 这么烂的摩托车 还不丢了 开给谁看呢 这摩托车早已残破不堪了 从我幼儿时期开到了现在 毫无疑问 爸妈家自从余荡被撤销后 就一直在走下坡路 穷了 张婉西 你得瑟个什么劲 你为了你那有钱的姑父 连亲生爸妈都不认了 见面就要骂 你真厉害呀 朱天突然高声嚷嚷 还要和大家一起看我 大伙瞧见美 这小畜生其实是我们的亲生女儿 但她嫌我们穷啊 跟了她那当官的姑父 看她多得瑟呀 一群人文言议论纷纷 我笑了 真是气笑了 我问一个问题 我的三个姐姐哪儿去了 朱立成都能上初中 他们没理由不能上 他们去打工赚钱了 不像你 忘恩负义 臭不要脸 赵翠继续骂我 我心想果然啊 我可怜的三个姐姐 他们估计早就去打工了 而且是被逼的 由于家里越来越穷 三个姐姐只能沦为工具人 赚钱养家 供朱立成读书 朱立成这种废材 根本读不明白书 她才最应该去打工 我的三个姐姐再笨 也不会比朱立成笨 我脑子这么好使 他们也不会差 该读书的是他们 我冷着脸 要是让他们读书 将来说不定就赚大钱了 可你们只让朱立成读书 浪费钱 你才浪费钱 赵翠破口大骂 你懂什么 女娃娃读书有什么用 我看你是猪油蒙了心 屁都不懂 在这里教训我们 朱天野骂 张婉希 你是能考清华还是北大呀 一张破嘴避避不停 我告诉你 我们家有承载 你家只有一个瘸子 瘸子可是很难讨到老婆的 你们家要绝后 他说的瘸子是我哥 他的核心理论是 我家迟早绝后 因为瘸子哥哥 讨不到老婆 但朱立成容易讨到老婆 毕竟在他们眼中 脑残不算残疾 我感觉我接受的教育 已经让我失去了 跟他们争辩的欲望 毕竟他们核心的核心 只有一个字 屌 我一言不发地走了 朱天两人却以为他们胜利了 肆意嘲笑着我 朱立成没有嘲笑我 他一眨不眨地盯着我看 让人发毛 入校报名后 我正式成为初中生 也是这一年 姑父当选官庄镇团委书记 晋升为政科级干部 当时村里家家户户 都打来电话道贺 想巴结一下 隔壁村也有很多人 打电话给姑姑 毕竟姑姑是隔壁村的 亲戚们更别提了 每个亲戚都把电话打烂了 唯有朱天赵翠没有打电话过来 姑姑说他俩在镇上租房子住了 朱天开着烂摩托搭客 如果有客人要去县城 他一趟就能赚七八块 至于赵翠 在租房里做手工 翻手套 累死累活 他们不管村里的事了 田地给亲戚种了 现在一心一意雇着朱立成 只要朱立成考上大学 他们就扬眉吐气了 姑姑从亲戚们口中了解了朱天和赵翠的想法 我觉得很搞笑 朱立成能考上大学 好点的高中都考不上吧 不是我看不起朱立成 好吧 我就是看不起他 我不仅看不起他 我还懒得看他 他跟我同校 但分在了最差的普通班 而我在最好的火箭班 我平时也见不到他 他也没有主动来找过我 偶尔碰见了 我直接无视 他会盯我好一阵 然后也走开了 我感觉他规矩了很多 虽然面向吓人 但行为收敛了 不会动不动就打人了 初中三年 朱立成一直很规矩 竟真的有在好好学习 可他家里或是不断 先是委托给邻居养的两头牛下河被水草缠住淹死了 后是三楼被雷击 大火烧了一宿 三层楼房直接毁了一半 最严重的是 三个姐姐也陆续失联 不再寄回一分钱 三个姐姐可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啊 朱天两人压力巨大 镇上房子也租不起了 想着回老家种点大棚蔬菜捞点钱 结果亲戚不肯给回田地了 之前两人为了照顾朱立成 在镇上常住 家里的田地给亲戚用了 如今却拿不回来了 听姑姑说 朱天拿者镰刀去夺地 结果对方更狠 直接用锄头砸 差点把朱天的耳朵都铲掉了 说来也是奇怪 成仔以前到处闯祸 他家里还能过下去 现在不闯祸了 家里又祸事不断 姑姑摇着头 有点感慨 姑父也关注了一下 他还特意去请教了马老头 马老头说 朱立成是破军祸星 他现在乖了 自身的煞变无处可泄 自然会往家里泄 家里就会祸事不断 姑父半信半疑 但还是说给我听 马先生还说 破军命格的人不可能 那么乖巧的 朱立成一定低者煞 他为了什么目的 压抑了自己 姑父的语气很复杂 毕竟朱立成是他亲生儿子 我心里也很奇怪 朱立成为啥乖巧了三年 他到底有什么目的 姑姑比较敏感 怕我再出事 所以每天都接送我上下学 接送到了中考 中考并不难 我轻松过关 自认为考上高层中学没有问题 高层中学是县里最好的中学 也是全市的重点中学之一 每年都有一两个考上清华北大的 要知道 我们高层县经济并不发达 可远近文明 缘由就是教育相当好 一旦考进了高层中学 清华北大就有望了 我告诉姑父和姑姑 我一定能进高层中学 他俩喜气洋洋 加上姑父又升官了 当即大手一挥 好日子啊 就这个暑假把老家的房子翻修一下吧 搞个两层 稳住地基好了 老家的房子摇摇欲坠 多年不住人了 姑姑喜笑颜开 终于存到钱了 好好 两层够了 免得别人说你贪污呢 姑父从不贪污 手里的钱很少 但存了这么多年 也够翻修老家屋子了 我们叫回了哥哥 一道回老家村里 哥哥现在一脸沧桑了 但并不疲累 只是成熟了 他说在广东打工好玩得很 比干农活轻松多了 还有一千八工资呢 在这个烈火烹油的腾飞纪圆 广东的工资几乎年年涨 听哥哥说 那些主管更高 都有两千五的 也得亏了哥哥月月寄钱回来 不然我们家的老房子 还不能翻修 姑父骑着摩托车 载着妈妈 哥哥则骑阵里的摩托车 载着我 我们一回村 附近的村民 全都围了过来 自然是想巴结的 张书记回来了 你们家的屋子 我年年给你们除草呢 我弄了几根柱子 帮你们顶着房梁呢 我这里有一筐鸡蛋 煮给张书记吃 我从未见过村里人这么友好热情的 姑父笑呵呵地接待每一个人 不疏远也不亲近 姑姑有点头疼 她可不擅长处理这种场面 所以她去厨房生火煮饭 我跟哥哥去帮忙 晚些时候 村民们终于散去了 但鸡蛋 蔬菜 水果全都留下了 姑父哭笑不得 只能先放在老房子里 由于老房子年久时休 我们是不能住的 所以赞助邻居黄叔家 黄叔也相当热情 给我们扫屋子扑入子 生怕哪里照应不好 他还给我们说起了朱立成的事 承载家可惨了 自从那三个姐姐不往家里寄钱后 承载爹妈是走投无路啊 家里能卖的都卖了 田地也低价租给亲戚了 不然亲戚还要继续收拾他们 人富的时候 亲戚们都和蔼可亲 人穷了 亲戚们都凶神恶煞 朱天和赵翠显然被亲戚们凶神恶煞对待了 三层楼还给雷劈了 遭了大火 现在还没翻修呢 一天天屋顶都是黑漆漆的 全村最丑的就是他们家了 黄叔幸灾乐祸 这就是报应啊 雷公有眼 专批他们家 姑父不语 姑姑也不说话 我哥则笑 嘴角都笑歪了 黄叔又看我 小夕 这是老天爷帮你报仇呢 你亲爹妈 现在天天帮别人耕田干活 不然饭都吃不起 是吗 那也太惨了 我无动于衷 黄叔还想说 不料成仔一家来了 黄大神跑进来喊 成仔来了 可别乱看他 他打人的 承载一家三口来了 这次没有骑摩托了 因为摩托都当费铁卖了 他们是专程从隔壁村走路来了 我们出去一瞅 全都很惊讶 因为朱天和赵翠衰老的实在太离谱了 他们跟我辜负一个年纪 可我辜负高大英挺 国自脸不怒自威 四十来岁 看着跟三十岁一样 反观朱天赵翠也是四十来岁 但两鬓发白 脸颊干瘪 脊背弯曲 完全是五六十岁老人的样貌 姑姑忍不住惊道 大哥大嫂 你们咋了 什么咋了 我们听说你们回来了 特意来看看呢 赵翠不自然的笑笑 将手里的塑料袋递给姑姑 塑料袋里是三个番茄和一个烂苹果 朱天产笑 国华 好多年不见了 你还是这么年轻啊 家里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这番茄是我自家种的 你别嫌弃 这是他第一次对姑父 卑躬屈膝 连我都觉得陌生了 时间果然是生命最大的敌人啊 贫穷也是尊严的最大敌人 但我内心很冷漠 一点波澜都没有 我只是瞅了瞅朱历程 他快一米八了 脑袋大 体型宽 头发乱 一张不太正常的脸上 都是木讷 但他的眼神依旧充满了力气 并且死死盯折我 一眨不眨 他不是恨我 而是用一种充满兽性的眼光 侵扰着我 我极度不舒服 我哥将我拉到了他身后 呵斥朱历程 你看什么看 贱人 这是朱历程小时候说过的话 我哥原封不动 还了回去 朱历程大怒 抬手就要打我哥 他爸妈赶忙拉住 陪着不是 都是一家人 不要吵吗 姑父也不想吵 他直接问 你们有什么事吗 没事我们就先睡觉了 有事有事 朱天扬起笑脸 国华呀 你现在是镇上的书记 老大的官乐 不知道镇政府缺不缺人呢 我听说 有关系就能进去呢 不缺 姑父一口回绝 显然料到了朱天的打算 姑姑忍不住说教 大哥 你还想进政府当官 你能不能别一想天开 朱天脸色尴尬 赵翠却反驳 为啥不能进去当官 再说了 当官不就是往办公室一坐吗 要什么本事 这话让姑父不愿 但他压根没心思多解释 到此为止 我帮不了你们姑父送客 朱天剑状不恭维了 脸直接黑了 赵翠更是不装了 张口就骂 张国华 你了不起 你敢人是吧 你还当不到我们是你大哥大嫂 就是 你当书记了不起啊 你儿子是瘸腿的 你女儿是毛坑茧的 一家子晦气 朱天也辱骂了起来 姑姑气得几眼 怎么也想不到 朱天两人 变脸速度如此之快 我却觉得意料之中 因为他们骨子里 就是那种穷山恶水的刁民 不可能改变的 要关不成 自然就会恼羞成怒 你可以骂我瘸腿晦气 但不能骂我妹妹晦气 如果没有她 我们家依旧穷得叮当响 我哥立声反驳 她在广东磨练了几年 胆子大多了 压根不怕事 她就是晦气 我们不要的小畜生 到哪儿都会气 赵翠钉折我 咬牙切齿 她恨极了我 恨她亲手抛弃的女儿 既然觉得我会气 就不要来这里了 赶紧滚吧 我冷静得很 让我们滚 好 好的很 朱天指了指我 又不甘地盯着辜负 最后大声嘲笑 你们现在嚣张吧 等绝后了 我看你们怎么嚣张 她又发动了男性 固有生殖器攻势 赵翠从卵蛋包抄 说得对 你们家迟早绝后 一个晦气的畜生 读书再好 也是嫁人的 还有个瘸子 谁会看上瘸子 他俩一唱一和 骂完就走 压根不给我们 还嘴的机会 我没有波动 但我哥受到了打击 他毕竟还是少年心态 而且从小就因为瘸腿 遭到过嘲笑 我看见他低着头 眼睛泛了红 姑姑也发现了 立刻安慰 阿明 你爸爸当大官的 你怎么会娶不到老婆呢 我不想靠爸爸 我要靠自己讨老婆 我哥抿着嘴 似乎一下子找到了未来的路 姑父笑了起来 阿明 我从来不要求你什么 你去打工 我也没拦着 你有自己的想法 很好 爸爸很支持你 不过单靠打工 是不能成功的 你有没有想过 在广东做生意发家致富 如果我像你一样年轻 我会去广东经商 哪怕摆摊也好 姑父的话意味深长 他看得长远 似乎看见广东 屹立着一座金山 哥哥沉思了起来 随后郑重点头 哥哥第二天就回广东去了 带上了姑姑帮他存着的工资 我看着他一瘸一拐的背影 莫名有种预感 哥哥一定会挖一座金山回来的 我跟姑父姑姑继续留在村里 要忙着修房子的事 期间 中考出分了 班主任给姑姑打来电话 兴奋地告知了我的分数 741 高城中学的录取线是715 我进入高城中学稳稳当当了 姑父和姑姑高兴坏了 立刻打电话告诉哥哥 哥哥一边喘着气 一边夸我 妹妹厉害呀 哎呦我的妈呀 场区太大了 我推着米粉车跑断了腿 哈哈 他在场区卖米粉了 我有点心疼 哥 别太累啊 不累 我是瘸腿水上飞 一家人都笑 与此同时 黄叔带来一个消息 朱立成竟然考了630分 稳上四大中了 高城四大中 除了高城中学赫赫有名外 还有三家重点高中 一中 二中 四中 630的分数 是可以分配到其余三所高中的 这在农村可不多见 在朱立成的村子里也是头一遭 我惊诧不已 朱立成什么情况 姑父和姑姑也愣住了 面面相去 毕竟在我们印象中 朱立成是个脑瘫了 不等多想 赵翠就带着朱立成来了 他趾高气扬 满面红光 在门口大声叫嚷 张国华 朱爱玲 明天去我家吃饭呢 我家摆石台 庆祝我儿子考上四大中 我们出去看他 发现已经有很多村民围过来了 赵翠更加得意 拉着朱立成跟众人问好 朱立成竟也乖巧问好 叔叔阿姨们好 村民们嘖嘖称奇 也恭喜朱立成考上了四大中 一个男娃 能考上四大中 堪称光宗耀祖了 只要好好学 将来上个本科大有希望 大嫂 恭喜了 姑姑也恭喜一生 赵翠嘴角翘上天 有啥好恭喜的 对了 你儿子呢 他考上了吗 哎呀我糊涂了 你儿子瘸腿 读不好书 早就去打工了 不好意思啊 这话 把姑姑的脸都漆黑了 赵翠一脸舒爽 又问我 张婉希 你考得咋样 高成中学 我考得更好 村民们一阵哗然 转头疯狂攻为姑父和姑姑 赵翠冷哼了一声 撇着嘴笑 不错呀 可惜是个女娃 读完高中就该嫁人了 要是那瘸腿的儿子考上高成中学就厉害了 是啊 要是张明考上就好了 张明不是读书的料 没想到十里八乡考得最好的男娃是成仔 众人一番惋惜 焦点回到了朱立成身上 我就疑惑了 听起来朱立成考得比我还好啊 难道国家实行了男性生殖器加分政策吗 赵翠可威风坏了 还说朱天去邀请亲朋好友了 明天摆台吃席 大家都去 他这是要把棺材本都拿出来请客吃饭 我姑父拒绝去吃饭 因为怕打起来 赵翠更加威风了 拉着朱立成一边去别家一边阴阳怪气 好一个书记官啊 吃个饭都不敢 哟哟哟 也知道自家瘸腿的儿子和晦气的女儿比不上我成仔啊 村民们对视都没说什么 这一局 赵翠迎翻了 姑姑皱着眉 说不应该啊 朱立成怎么会考上四大中呢 姑父也怀疑是吹牛的 就打电话给镇上中学了解了一下情况 结果竟然是真的 朱立成的班主任说 朱立成初中三年十分刻苦 一点都不懒惰 每天都学到很晚 虽然她天赋不好 但够努力够坚定 能考上四大中 也不奇怪 看来嫂子家要翻身了 也挺好 哎 毕竟是我们亲生儿子 姑姑感叹了一句 她生性善良 觉得承载一家这么多年受的苦 也够了 翻身也不错 我觉得很郁闷 因为朱立成给我的感觉极其难受 她是乖巧了 平和了 可每次看我的眼神 都让我如芒在背 就仿佛一条毒蛇 盯着我一般 晚些时候 马老头竟然出现了 多年过去了 她也年迈了许多 但依旧很有精神 跨着个青布麻袋 眼神很深邃 姑父把她请进屋里倒茶 她抿着茶打量我 笑眯眯点头 好好好 紫微星越来越亮了 等你成年 就是紫微星大亮之时 你姑父肯定会走大运 我成年的时候 不就是高考后吗 晚些高考后 老张有大运呢 姑姑好奇 马老头摸起了胡须 是啊 小张是大人物 小地方肯定困不住他的 姑父忙道谢 马老头将茶水喝干 呼得目光一宁 盯着我看了半晌 姑姑一紧 马先生 怎么了 马老头思存道 紫微星有意劫难 奇了怪了 他可是紫微星 怎么会有劫难 姑父变了脸色 我女儿会出事 马老头不语 起身来看我 然后掐指算了起来 片刻后他正中点头 确实有劫难 能对紫微星造成劫难的 无非是杀破狼三星 难道是破军 破军 不就是朱立成 姑父连忙详细诉说 最近朱立成的变化 特别是他一名惊人 考上了四大中 马老头一听也惊了 他考上四大中了 这不得了啊 破军走上正途了 什么是正途 破军命格虽然主灾祸 但若教化得好 也能成为有破力 有能力的大人物 甚至是王侯将相 比如商周王 他就是典型的破军命格 马老头分析起来 朱天一家 对朱立成宠溺无度 家风败坏 断然是不可能教化好的 所以我一直认定朱立成是霍兴 谁知道他竟变化这么大 我们听得惊奇 姑姑不由询问 也就是说 我大哥大嫂把承载教育好了 不应该 你大哥大嫂从未改变 我上次见到他们 他们面相依旧丑陋不堪 不可能教化好破军的 马老头自己也迷茫了 随后说他明天去蹭朱立成的酒席 观察一下 我们只能等消息 姑父其实一直不相信这一套 但事情诡异 他也只能信了 一日 马老头吃完酒来了 他一来就关好了门窗 跟我们低声道 我记得我跟小张说过 破军一旦平和乖巧 一定是憋着煞 所以煞气只能往家里泄 这才导致朱天家那么惨 对 您说过 那是三年前的事了 我上初中 朱立成也上初中 可他从未骚扰过我 乖得很 姑父就请教了马老头 我这次看了朱立成 可以确定了 他依旧是憋着煞气 他压住了煞 所以能一往无前 达成自己的目标 等什么时候实现了目标 他的煞就会爆发了 那时也就是紫薇星的劫难 马老头看了我一眼 张婉希要小心点了 不要靠近朱立成 马老头的话 让姑父和姑姑胆战心惊 虽然不知道朱立成具体 是什么情况 但寝食难安 我们决定提前回镇上 修房子的事就委托给皇叔 我们给他费用就行了 但收拾东西的时候 我死活找不到自己的内衣内裤 我明明挂在屋后的铁架子上的 皇婶帮我找 也没找到 他皱眉猜测 不会是让人偷了吧 我昨晚半夜听见屋后有动静 还以为是耗子呢 谁偷了我内衣内裤 我也没办法继续找了 索性不要了 出村口的时候 我们遇到了姑姑的一个表姐 她住在朱立成家旁边的 她拉住姑姑 神秘兮兮问 妹子 你们要回镇上了 有没有丢什么东西 姑姑一挣 什么 你们有没有丢东西 比如首饰项链啥的 我丢了内衣 我回应 表姐啊了一声 一脸古怪 赵翠跑去偷你内衣了 我们全都愣了 表姐细说了起来 原来她昨晚起来 饿夜尿 听见朱立成在大吼大叫 我受不了了 我现在就要她 去啊 找她 赵翠安抚 你别吵 我这就去朱爱玲家里 由于距离太远 表姐没听清赵翠具体要干啥 所以怀疑她是想来偷金银首饰 姑父脸色铁青 朱立成让他妈来偷惋惜的内衣 畜生玩意 姑姑也意识到了什么 气坏了 但她不肯带我去当面对质 因为马老头让我远离朱立成 姑父就自己去了 她开着摩托冲到了朱立成家里 一通大骂 罕见地施了冷静 但这件事不了了之 一位姑父找不到我的内衣 赵翠也不承认 朱天更是当着村民们的面大声污蔑 听听他说的什么话 我儿子可是四大中高才生 会偷他女儿的内衣 分明是张婉希那个小畜生勾引我儿子 勾引不成就造谣 有种报警啊 让警察来看看张书记的女儿 是什么当府 姑父差点气晕过去 她毕竟是书记官了 没办法做到跟婆父一样乱骂 已然是骂不过承载一家了 我姑姑怕姑父气过头坏事 跑去把她拉走了 回到镇上 我让姑父别生气了 承载一家会得到报应的 姑父也没时间生气了 因为上头来了任务 她要去临近的镇上考察出差 这是只能放一边了 日子重归平静 我在酷暑里等来了自己的高中 我在高城县最好的高中 是不可能再碰见朱立成的 因此我渐渐放下心来 专注地学习 高中的课程并不难 我依旧是手到擒来 从高一下学期开始就一直保持着年级第一 到了高二下学期 我哥传来了好消息 他在深圳开了一家饭店 主营工人快餐 全靠自己存的钱 我们看了他发来的照片 那真是一家漂亮的饭店 员工都有五六个 快餐也迈向不错 这个时候 北京奥运会如同烟花一样 璀璨绽放 刺破夜空的光芒 昭示着国家进入高速发展期 关庄镇在这年一鸣惊人 迈入了全县石墙镇之首 而以往排在十五名开外 毫无意外 姑父踏入了县政府当差 并且出任城东新兴工业园区负责人 统筹成东发展事宜 我对此不太了解 只知道姑父的官挺大的 因为他早已被县里看中了 说不定在市里都有一定的名声了 姑姑激动坏了 毕竟县里又给我们分配了房子 我们不用住镇上了 亲戚朋友们也又一次打来电话恭贺 一些平日里见不到的亲戚特意来县里看我们 给我们送来家乡的书果 姑姑也打听到了一些承载家的消息 朱立成依旧很乖 在寺中学习很认真 成绩在中游 有机会考上本科 他爸妈就惨了 上次办升学宴花光了最后的积蓄 现在负债累累 天天被人追债 连宅基地都卖了 宅基地卖了 就彻底没有家了 那个曾经让他们风光无限的三层楼房 沦为了过往云烟 那他们住哪里 我心下好奇 朱天在县城工地住 每天累得吐血 赵翠在手套厂住 一天十五个小时 悉速浇粉尘 可怜哪 高城县并没有什么好工作 他俩也只能搬砖和翻手套了 这样下来收入还是有的 但太累太苦了 身体迟早撑不住 他们现在就指望成载了 如果成载考上大学 一切都值得姑姑感叹连连 高中三年 转瞬即逝 我已经长成了十七岁的大姑娘 距离成年没多少日子了 我哥在深圳的饭店也做起来了 红红火火 一发不可收拾 但他没说具体赚了多少钱 问他找没找女朋友也不肯说 而我 高考顺利 我一直是年级第一 这次高考又很顺利 感觉清华北大稳了 我姑姑很高兴 请我吃了大餐 可惜的是 哥哥没回来 姑父也在外地 姑父已经半年没回家了 上次见面 还是他从隔壁县回家匆匆住了一晚 我跟姑姑倒是有点孤苦伶仃的 出成绩那天 我用电脑查分 我还没看清 姑姑已经惊叫起来 七百二十八 总分七百五十 我考了七百二十八 要知道 我们学校上年考上北大的学霸 也才考了六百九十八分 还阔矣 我露齿一笑 姑姑抱住我就亲 我的妈呀 紫薇星 文曲星 我最闪亮的星 我感受到了脸上的温热 姑姑哭了 妈 你也是我最闪亮的星 按照老家习俗 我考上了大学 是要在村里办宴席的 但姑姑有点怕朱立成 破军会给我带来劫难 为了保险起见 姑姑决定在镇上办酒席 不邀请朱立成一家 当然 村子还是得回去一趟 因为姑姑想祭拜爷爷 顺路也能通知亲朋好友 参加我的升学宴 回村前 姑姑特意打听了一下 得知朱立成一家还没有回村 她才带着我回村 回村后 姑姑带着纸钱 猪肉 熟鸡 去给爷爷扫墓 我们爬上了后山 给爷爷的坟墓除草 摆上了祭品 万夕 拜一拜你爷爷 当初要不是他同意我嫁给你姑父 你姑父还打光棍呢 姑姑打去 我恭恭敬敬地拜了起来 结果一声抱贺传来 朱爱玲 谁允许你来祭拜的 竟是朱立成一家来了 他们突然回来了 面容枯瘦的朱天 瘦若驼背的赵翠 还有接近一米九的朱立成 此外 一大群看热闹的村民也跟了过来 姑姑脸色一紧 你们怎么回村了 我们不能回村吗 要不是突然回来了 真就让你污了祖坟 赵翠破口大骂 他老得不成样子了 却依旧凶悍 朱天咳嗽了两声 过来一脚踹翻我们的祭品 拜什么拜 你们女人家的 没有资格祭拜 给我滚 就是一个不听话的女儿 一个晦气的小畜生 怎么能污了我们家的坟 赵翠立生呵斥 将朱立成往坟前拉 表明朱立成才有资格祭拜 朱立成一眨不眨地盯着我 很明显地吞了口水 我起了鸡皮疙瘩 旁边的村民说话 朱爱玲 你老公虽然当了大官 但跟朱家无关的 你跑来祭拜朱家的坟干啥 成宅考上本科了 人家兴冲冲回来祭祖 结果你抢先了 不厚道啊 原来是朱立成考上了本科 所以他们也来祭祖了 听到村民帮着说话 赵翠更有底气 村里的人对于祭祖的问题 看得很死 外嫁的女儿就是没资格祭祖 他也开始得意了 扫了我一眼 又骄傲地拉住朱立成的手臂 你们听见了吧 我儿子考上了本科 四百九十八分 二本轻轻松松 他这话特意喊得激昂 仿佛是说给坟里的爷爷听的 村民们又开始叽叽喳喳了 我们村第一个大学生吧 成宅小时候 笨乎乎的 没想到 竟然考上了大学 这确实 光宗耀祖了 大学生啊 其实 这个年代 大学生并非稀罕物种了 可在这个闭塞的小山村 大学生 依旧能震动全村 更何况是代把的大学生 多谢大家捧场啊 我虽然已经卖了家里的宅基地 但始终是村里的一员 明天我借用村长家的门口 大摆宴席 大家都来喝酒啊 朱天尾巴都要翘上天了 姑姑脸色变换不定 又看了一眼 一米九的朱立成 还是决定妥协 她拉着我离开 不祭拜了 这是非常丢人的 祭拜到一半被赶走 沦为全村笑柄 可姑姑只能这么做 因为她怕我出事 我要避开朱立成 这就走了 看来我儿子考上本科打击到了你们呢 赵翠哈哈大笑 扬眉吐气 朱天也笑了 追问 小畜生考了多少分呢 不会连二本都上不了吧 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姑姑不悦地哼了一声 将篮子捡起来 拉我下山 朱天更加愉悦 大声叫嚷 肯定连二本都没考上 哟哟哟 不是紫微星吗 不是高层中学尖子生吗 在县城里学了个啥 她的脸颊是扭曲的 笑容是病态的 显然 十多年的苦难 把她折磨得神志不清了 她急需找回面子 哪怕是一点点面子 都能让她有动力活下去 真可悲 姑姑也觉得她可悲 所以不肯说我的分数 怕激怒了她 引来麻烦 破军可是在场的 没多少分 你快祭拜咱爸爸 姑姑示弱 朱天那张脸都要笑歪了 一口大黄牙盖都盖不住 赵翠也仿佛 将死之人吃到了一口鲜丹 整个人精神焕发 哈哈哈哈 真没考上本科呀 看来 有钱就学坏了 都固步地学习了 赵翠大笑者 环顾四周 寻求认同 有一个村民认同她 是啊 你们看张婉希 这打扮 又是超短裙 又是染指甲的 一看就没有好好学习 我嘴角抽了抽 我这长级膝盖的短裙 也叫超短裙吗 我高考后染个指甲乐喝一下 也不行吗 我明白姑姑为什么要示弱了 你跟某些人根本不可能沟通的 最好的办法就是避开 姑姑加快了脚步 拉我下山 哈哈 跑那么快干啥 考了多少分说出来听听啊 朱天显然不想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她憋屈了太久了 因为姑父一直升官 我们家越来越好 我的成绩也是顶尖的 而朱天家越来越穷 越过越惨 四次都被我们压着 这次 她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怎么会放我们走呢 不说不准走 小畜生不是很厉害吗 紫薇星哟 考了多少分呢 赵翠拦住我们 姑姑不想激怒他们 再次示弱 说也是四百多分 赵翠乐死了 笑声回荡半山腰 结果皇叔领着我们村的人过来了 在山脚下就喊 张婉西上报纸了 高成中学还拉了横幅 我的老天爷呀 七百二十八分 我愣了愣 哭笑不得 高成中学也太急躁了 那年代不像现在 高考分数前五十名都屏蔽 我七百二十八分 创下了高成县的记录 所以震动了高成教育界 直接上了报纸 报纸都从县城传到我们村里了 满山寂静 朱天和赵翠眼珠子一瞪 跟死于翻白眼一样 难以置信地将在坟墓前 其余村民也惊呆了 以为自己听错了 七百二十八分 是什么逆天的分数 皇叔还在喊 小夕 你在哪啊 接受采访的时候 记得提一嘴我呀 我可是给你喂过饭的 惋惜 甚是以前给过你红薯吃呢 可别忘了 我们村不少人都跟了过来找我 这也引发了本村的轰动 越来越多的人往山上赶 姑姑就不怕了 毕竟皇叔他们也来了 起了冲突有人帮 在这儿呢 姑姑呼唤 一大帮人跑上山来 乌泱泱泉挤在一起 汗水直流 热浪也高涨 我成了全场焦点 我可是上了报纸的传奇学霸 赵翠终于反应了过来 他一把抢过皇叔手里的报纸 盯着上面的我看 不可能 总分才七百五十 你七百二十八 他喃喃自语 脸色越发惨白 朱天的脸成了朱干色 愣是一个字说不出 在农村 最重要的 无疑是一个有出息的孩子 面对我 朱立成算个屁的有出息 四百九十八分 简直是个笑话 算他一根生殖器加两百分 也才六百九十八分 依旧被我踩在脚下 这分数 清华北大随便上了 一个才爬上来的女教师赞叹 无疑引发了更大的热浪 清华北大呀 咱石棺香头一个吧 人人震撼 对于贫穷的乡镇而言 任何一个人考上清华北大 都足以掀起巨浪了 清华北大 赵翠报纸都拿不稳了 一屁股坐倒在地 头晕目眩摇摇欲坠 朱天催死挣扎 她 她是女娃 没用的 我儿子考上了本科 女娃娃迟早要嫁人 无人理她 所有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 并且 山脚下传来响亮的叫声 一大群孩子在大吼 我靠 小汽车 村口加宽过的十字路上 一辆黑色小轿车驶来了 我们在山上看得一清二楚 再次震动 虽然村里的摩托车 已经一户一台了 可小轿车依旧是稀罕物 偶尔见到也是其余 富裕村子的 我们这两个村 还没有人拥有小轿车 谁家的车 是不是我表弟的 她在广东发了财呢 赵翠回光返赵 立刻拉着朱立成往山下跑 她转移大家注意力了 众人果然好奇 纷纷跑下去看 到底是谁的车 表弟 是你吗 赵翠一边跑一边大声喊 脸上有点光 她故意让大伙都听见 让大伙觉得 是她亲戚有钱了 姑姑也带着我下山去 她不是好骑车子 而是怕我晒伤了 一大片人浩浩荡荡 全往村口跑 车子行驶到了村长家门前的空地 才停下 也只有那里能倒车了 孩子们率先冲了过去 把车子围得水泄不通 一个西装司机下车 让孩子们让开 大人们也到了 赵翠高喊 老周表弟 是你不 他甚至凑到了车子玻璃前 双手挡住阳光往里面瞅 朱天也很激动 盼着是老周表弟开车回来了 然而 司机打开后车门 一席变装的姑父映入眼帘 姑父着装很随意 也没有穿皮鞋 但一身气质儒雅 国字脸配上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 太有古代王侯的气场了 老张 姑姑喜出望外 也有点发懵 还在弯腰偷看的赵翠全身僵硬地处着 浑浊的双眼紧紧盯着姑父 仿佛一座雕塑 朱天也僵硬了 我察觉到他的四肢再轻微地发抖 我是最开心的 小跑着扑过去 爸爸 姑父立刻笑了起来 将我抱住亲亲额头 婉西 你厉害哦 上了报纸呢 你更厉害 坐小汽车了 我打量着小汽车 其实我在县城坐过小汽车了 但我们家从来没有拥有过小汽车 市里给配的姑父轻描淡写 村民们全都炸锅了 市里 国华不是在县里当官吗 这才多久啊 又调去市里了 茂城市吗 不得了啊 真的假的 到底是什么官 大家基本都是文盲 只能瞎猜 但无论怎么猜 所有人都有个定数 那就是市里的官窑不可及 对于我们小山村而言 就是土皇帝 普通一生 朱天膝盖发软 坐倒在地 全身颤抖如筛康 赵翠不当雕塑了 他惊得后退了几步 撞到了朱立成胸膛上 朱立成立刻不爽地推了他一把 他又往前栽倒 狼狈地趴在了姑父的脚下 正巧 我也在姑父身边 赵翠相当于趴我脚下了 我低头看他 他艰难抬头 本想讨好姑父 却对上了我的眼睛 他又僵住了 嘶哑地开口 婉惜 我 妈恭喜你 考上清华北大了 妈 我一阵恶寒 掉头就往车里钻 姑父是来接我们的 艾玲 上车 我带你们回家 姑父朝姑姑招手 姑姑都哭了 连忙爬上车 村民们羡慕地看着 纷纷恭维姑父 姑父脸上保持着淡笑 跟熟悉的人聊聊天 也上车了 车子启动 缓缓掉头 赵翠呼地扑上来 大声地喊 惋惜 妈妈不是有意丢下你的 妈妈养不起你啊 妈妈爱你 我震惊了 他怎么能这么不要脸 村民们也震惊了 七嘴八舌议论起来 这赵翠也太不要脸了 以前把女儿丢毛坑 现在又舔着脸说好话 张婉希真是紫薇星下凡啊 没有他 张国华哪能当上大官呢 当初我捡来养就好了 又是清华又是大官 我恨啊 全村人都很后悔 后悔当初没人捡我来养 赵翠是最后悔的 他一边哭嚎一边拍车窗 让我开窗跟他说说话 姑父问我 要开窗吗 我点了点头 开吧 车窗就打开了 赵翠几乎把头伸了进来 一把鼻涕 一把累得要抱我 我双手格挡 皱着眉头冷漠开口 别哭了 等我什么时候生出靶了 我会回来孝敬你的 赵翠将了将 明白我是在讽刺他 他就哭诉 惋惜 我千错万错 也是你妈 也是生你的人 下辈子你投胎 当我女儿吧 我把你生一遍再丢毛坑 就当报恩了 你 赵翠嘴唇哆嗦着 鼻涕都哆嗦进了嘴里 看着十分恶心 姑父把窗关上 出发 在车内 姑姑详细问了姑父 现在的情况 我的情况有点特殊 隔壁市都在抢我 我们冒城市的老领导 点名要我去市里跟着他干 没有他 我还在县里呢 这是千里马 遇到了伯乐 千里马去了地级市 那就真的可以日行千里了 这或许就是红韵齐天 青云直上吧 但是还有一件事没有解决 马先生说了 破军会给紫薇一个劫难 朱立成到底会干什么 姑姑一直忧心这件事 姑父目光一宁 她要是赶乱来 我拼着官不当了 也要废了她 姑父很少说这种情绪化 可见她是真的怕我出事 办完了升学宴 我们就去市里 以后都不回来了 我安抚两位亲人 心里想着我也得自保 待会去买一把水果刀吧 我的升学宴如期举行 由于我上了报纸 破了记录 轰动了整个县城 所以来赴宴的人太多了 半个阵子都装不下了 姑姑忙前忙后 一次又一次地加桌 最后有人来就能入座 反正也分不清是不是邀请来的人了 一片喜气洋洋中 朱天和赵翠竟然也来了 他俩特意打扮了一番 没有那么颓废了 朱立成跟在他俩旁边 一双鼠目四处扫荡 专门盯着宴席上的女人看 姑姑一发现他们立刻赶人 大哥大嫂 请离开吧 待会老张来了 可不会客气 姑姑义正辞言 赵翠当场大吼 凭什么我不能参加女儿的升学宴 张婉希是我赵翠的女儿 她是我女儿 她这么一吼 人人都看她 她又举起双手大喊 张婉希是我女儿 石棺香的人都知道 当年张国华一家偷走了我女儿 她们拐卖儿童 姑姑又惊又气 没想到赵翠突然来这一招 朱天也猛地发狠 她一脚将一桌酒席踹翻 嘴里发出老黄牛一样的怒吼 亲生女儿不认我们了 我们死了算了 葬孽啊 老天爷 我们还怎么活呀 众人吓了一跳 纷纷后退 由于人太多了 你挤我我挤你 现场一片混乱 一双大手摁住了我肩膀 是我姑父 万希 你跟黄叔去后面 朱天他们是来额前的 别怕 姑父把我往后面推 黄叔护着我离开拥挤的人群 我也看出朱天两人是来额前的 他们已经走投无路了 本来朱立成考上了本科 他俩还有希望熬下去 可我考上了清华 我姑父当上了市里的大官 这下冲击实在太大了 大到他俩完全无法承受 那必须发泄 所以他俩来大闹现场 一方面是闹事 一方面是额前 没有个十万八万 他们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我摇摇头 跟着黄叔往后面走 黄叔带着我走过拐角 嘴里叹着气 小希啊 你别伤心 你姑父姑姑就是你亲爹妈 他话还没说完 一块砖头砸来 砰的一声 把他砸得脑袋冒血 直停停倒下了 我待在当场 脑子瞬间空白一片 下一刻 一个壮硕的男人扑过来将我抱住 用力往拐角的阴暗处脱去 我这才反应过来 想大喊 又被他捂住了嘴巴 他亢奋地喘着气 浑身肥肉都绷紧了 把我拖到了无人的角落 用一块席部盖住 这里本来没人 再被席部盖住 外人压根看不出什么异样 加上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被诸天赵翠吸引了 这附近可以说是冷清之极 嘿嘿 张婉希 好香啊 男人用力地呼吸着 我听见了口水吞咽的声音 以及无法抑制的心跳声 朱立成 他竟然趁乱来抓我 我被他捂着嘴 无法呼救 便用力咬他 他吃痛之下 竟也不放手 反而用另一只手疯狂扯我的衣衫 张婉希 我忍了很多年了 很多年了 他的口水飞溅着 充斥着一股霉胃 爸妈答应过我的 只要我考上大学 就帮我娶你 你不答应 他们就把你绑到我床上 嘿嘿 你太美了 我初中就爱上你了 婉希 我受不了 他跟野兽一样低吼着 我在恐慌中终于明白了我的劫难是什么 原来 从初中开始就注定了 朱立成 在初中就想对我图谋不轨 他爸妈就承诺他 只要他考上大学 就把我嫁给他 所以他才那么乖巧 学习那么刻苦 真不愧是破军啊 一旦有了目标 破力无与伦比 他坚持了六年 我又害怕又恶心 双腿奋力蹬着 可压根没用 他一米九的粗壮体型 把我压制得死死的 眼看他的手 往我胸口探来 我想起了我昨天特意买的水果刀 小小一把 就在我衣袋里 我伸手去抓 顺利抓入手 一拔出来 就往后一扎 这一刀扎在了朱立成的右脸上 扎出来一个窟窿 他惨叫一声 嘴里发出怒吼 老子吊死你 他一巴掌打飞我的刀子 整个人压在了我身上 我感受到了一股绝望的窒息 与此同时 我听见了脚步声 朱立成的一声爆喝 吸引了人过来 救命 救命 我在心里大喊 而席步被一把掀开 我那一头碎发 略显沧桑的哥哥 映入眼帘 我草你马 你个狗杂种 我哥 呲牙咧嘴 奋力抓住朱立成的头发 另一只手挥拳落下 朱立成猝不及防被打中嘴巴 牙齿都掉了两颗 但他气急败坏 因为好事被破坏了 他扑向我哥 我哥虽然常年在广东干活 身强体壮 但毕竟没有朱立成那么高大 马上被压制了 满脸都被打出血 我趁机滚了出去 张口大喊 救命啊救命啊 不远处的人全都跑了过来 我哭喊着指向我哥 一群人吃了一惊 赶紧上去帮忙 朱立成眼见事情败露 竟不逃跑 反而疯狂殴打起了众人 众人又惊又气 七手八脚将朱立成摁在了地上 我哥甩了甩脸上的血 抓起一张凳子就朝朱立成身上砸 我操你妈的 你个畜生玩意儿 老子早就想弄死你了 我哥直喘粗气 伤得不轻 越来越多人过来 姑父和姑姑也过来了 后怕的手都在抖 朱天两人也跑了过来 见成仔被打得不成人样 心痛得大叫 你们干什么 停手啊 干什么 这狗东喜动我妹妹 我哥一身煞气 手里凳子砸向朱天 朱天被砸翻了 赵翠泽扑到朱立成身上护着 别打了别打了 一定是误会 朱立成一身血 嘴里竟然还在叫嚷 妈 我要张婉西 我要张婉西 你答应我的 我要张婉西当老婆 你 你糊涂啊 妈 怎么给你张婉西 废物 一家废物 给我张婉西 给我张婉西啊 朱立成有点神志不清了 却还在大吼 赵翠哭成了泪人 站都站不起来了 我躲在姑姑怀里 也在不停地掉泪 姑父主持大局 叫了警察和医生 黄叔和一些受伤的人去医院 朱立成则先被警察靠了起来 他彻底神志不清了 木讷地摇晃着 嘴里喊着要张婉西 朱天两人也麻木了 呆呆地站着 我哥喘着粗气 一巴掌抽朱天脸上 喂 看我看我 认得我不 张婉 朱天有气无力 我哥露出冷笑 对 老子就是瘸子张婉 你们不是说我讨不到老婆要绝后吗 众人都好奇地看我哥 不明白他这个时候 怎么还提这个 我哥朝右边指了指 给老子好好看看 那是什么 那里竟停着一辆奔驰 一个三叉星辉地标立着 在阳光下反射着光芒 众人这才注意到镇上竟有一台奔驰 奔驰车门打开 一个长发飘飘的女生 跑了过来 醋眉看着我哥 张明 没事了吧 你老让我躲在车里干啥 给我爸妈一个惊喜啊 我哥一把搂住了女生 朝朱天两人昂了一下下巴 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女朋友陆柯 广东人 我带她回来见家长 我哥带着七分爱意三分骄傲 陆柯环顾四周 小声地问 谁是你爸妈 我们是姑姑上前握手 眼睛发亮 陆柯很好看 也很大方温婉 哪个婆婆见了都喜欢 陆柯连忙问好 有点紧张地捋了捋头发 又戳我哥 你妈妈不像农民啊 话落 姑父也上前握手 他气场惊人 一下子让陆柯更紧张了 手心都冒汗了 你爸爸也不像农民 陆柯再次戳我哥 我哥哈哈一笑 我爸是什么世人大主任 反正我也不清楚 总之就很牛逼 陆柯傻了眼 很显然 我哥一直骗他 说姑父姑姑是农民 但陆柯还是喜欢我哥 跟着回来见家长了 我真佩服我哥 他瘸着腿 在深圳做生意 不仅买了奔驰 还带回来一个广东女生 在我们心中 广东女生可是最难娶的 谁娶了广东女生不得笑开花呀 我家是不会绝后的 绝后的是你们家 我哥拉着陆柯的手 冷眼盯着朱天和赵翠 两人已经被打击得体无完肤了 他们最后一点优越感都荡然无存 当然 你们也有办法不绝后 要听吗 我哥继续发话 什么办法 两人竟然真的想听 他们已经无法指望 朱立成了 朱立成读不了书了 还得坐牢 一辈子毁了 你们还有三个女儿 我知道 她们在哪里 如果你们以后 把她们当亲人 好生照料 家里有什么遗产都给他们 你俩打工的钱 也给他们做补偿 他们会考虑回来的 我哥提到了 我的三个姐姐 三个姐姐早就去打工了 至今失联 没想到跟我哥联系上了 两人一愣 疑惑到 女儿回来 有什么用 不还是要绝后吗 草 煞比 滚 这场闹剧落幕了 朱立成果然要坐牢 而且要坐很久 他的大学 未来 一切都毁了 我的亲生父母 失去了一切 摩托 房子 宅基地 存款 乃至唯一的男孩 都失去了 我的升学宴改了日期 再办了一次 这次 朱天赵翠没有来了 听人说 他俩徘徊在县里的天桥上 不知道是不是要跳河 三日后 一对跳河的夫妇上了新闻 尸体都被泡肿了 正是朱天夫妇 姑姑告诉我的时候 我在市里大平房的阳台 给仙人掌浇水 手指停顿了一下 沙发上 我哥跟陆柯正恩爱 文言纷纷看我 我继续浇水 头都不回 你们猜猜 我读完大学 爸爸能不能进省里当官 不可能吧 总不能省里的领导 也看中他吧 我哥连连摇头 姑姑也让我别一想天开 姑父四十多岁 在市里当差已经很厉害了 看不起紫薇星是吧 可别忘了 红韵齐天 青云直上 我一语中地 我才大三的时候 姑父就被调去省里了 也是这一年 老家的亲戚传来一个消息 朱立成被打死了 他在牢里太闹腾了 看谁不顺眼就打 简直跟个神经病一样 结果遇到个新犯人 人家不惯着他 用牙刷柄捅进他喉咙了 朱立成就这么死了 姑姑明显全身一松 随后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 最后垂头流泪 他放松了 是因为我的危险彻底解除了 毕竟朱立成出狱后 还可能威胁到我 他流泪是因为朱立成 是他身上掉下的一块肉 由于没有人愿意给朱立成收尸 朱立成会被火化 骨灰都无法留下 我看出姑姑的纠结 便提议 妈 我们去把朱立成的骨灰 带回村子吧 姑姑一正 抱紧了我 我们两人去领了骨灰 返回了熟悉的村子 由于是低调回来 没人知晓 姑姑打算把朱立成的骨灰 灌埋在老屋后面 这里理应是承载的家 可惜他被抢走了 姑姑坐在泥土上 神色复杂 妈先生说过 破军需要叫化 如果成仔一直跟着我 我肯定会把他教育得好好的 我听得沉默不渝 只是抱了抱姑姑 而不远处传来婴儿啼哭声 我跟姑姑对视一眼 都跑去看 是李老汉的儿媳妇生了 不少村民都在外面观望 我跟姑姑走近 听见李老汉在骂 又是女娃 你个造孽的东西 到底要生几个女孩 公公 我也不想啊 李家媳妇有气无力 三个了 你要我老李家绝后世部 李老汉破口大骂 他老婆却在阻止 你骂个什么劲 没见到朱天家多惨吗 再说了 女娃子也能上清华北大 三个清华北大也行啊 行个屁 你当谁都是张婉西啊 李老汉气急败坏 竟抢过啼哭的女婴 跑出家门 你们谁要抱去 我家不养 他朝着围观的村民吆喝 村民们面面相去 没有动作 哎 今日东风不止 流水长眠 我看柳絮成风 金水得适 好日子啊 一个苍老的声音响起 竟是麻先生 他跨着青布袋而来 头上还沾染了许多柳絮 众人全都来了精神 对他客气得很 毕竟他算出我是子微宁 早已声名远扬了 李老汉也热情无比 麻先生 你说的是啥意思啊 麻先生神秘一笑 摸了摸女婴的额头 又点了点她的鼻尖 连连点头 这女娃成东风而生 得金水注视 此乃朱雀成风之命 要是取名沾了水 必定一辈子荣华富贵 享之不尽 麻先生一番话 说得所有人心动不已 李老汉不由搂解了女婴 惊喜地问 真的 不信给我养 麻先生伸出了手 李老汉往后一说 干笑着拒绝 信信信 我本来就喜欢女娃 怎么会不养呢 好吧 我看跟她有缘 就赐名一个润字 你家那天天鸡飞狗跳 为了个儿子不得安宁 这可不行 再加个宁字 就叫李润宁吧 麻先生帮忙取名了 李老汉乐坏了 赶忙去取钱 麻先生摆摆手 我做半白事的 收你喜庆钱不妥 你只要记住 朱雀洗水 更要安宁 若为了个儿子 搞得朱雀不得安宁 这财富也就随水流走了 明白明白 李老汉点头说好 他一定好好养着朱雀 不会让他不得安宁 李老汉家有了朱雀 可把村民们羡慕坏了 一众人纷纷围上去 询问自家女娃是什么命 麻先生先锋道鼓一笑 我们村出了紫薇 福星自然高亮 谁家有了女娃就好生养着 有福气的 大伙都开心了 我跟姑姑对视 跟上了离开的麻先生 走近了 麻先生才发现我们 不由一乐 紫薇星 莫不是来给我钱的 麻先生 您真是神算子 我这次回来 也有心想 感谢您 我可以出钱帮您在市里安家 姑姑真诚道谢 麻先生文言大笑不止 眼泪都出来了 我跟姑姑一头雾水 麻先生笑什么 你们还真信 我会算命啊 麻先生语出惊人 我跟姑姑傻了眼 你不会 当然不会 基本都是靠懵的 只是略懂一点命格风水罢了 麻先生 还有点小得意 那您怎么算出婉西是紫薇星 怎么算出他能把我老公望上省长 姑姑不信 麻先生好笑道 张婉西一出生就白白胖胖 提升响亮 双目有神 这种娃娃一看就聪明 你老公小张 应挺大气 能力出众 吃苦耐劳 又是当官的 不出意外 肯定能当大官嘛 麻先生摸起了胡子 一命二运三风水 人人都说命运是注定的 却不知道风水可以改命 什么叫风水呢 大家又会说你祖坟买好 你洋宅建好 这就是好风水 其实大错特错 真正的风水是人 麻先生颇有深意地看我们 我们依旧不解 石关乡多少个村子啊 我都走遍了 遇见的人 没有一个比得上你们 麻先生指了指姑姑 朱爱玲 你心善淳朴 勤劳有爱 将一个穷苦的家 打理得蒸蒸日上 你老公张国华为民居功 从不贪末 忙了公事忙私事 从不打骂家人 会为老婆煮饭洗衣 会陪孩子读书识字 这在村里有几个男人做得道 我跟姑姑听得出神 麻先生又指我 张婉希 你是被好人家养出来的紫微星 如果你留在朱家 你就不是紫微星了 你跟你三个姐姐一样下场 我醍醐灌顶 瞬间开悟 原来不是我给姑姑家带来了红韵 是姑姑家自己养出了好风水呀 但凡好家庭都有好风水 女儿也可以养成紫微 朱雀 三才 文曲 反之 若是坏家庭 必有坏风水 儿子也能养成破君 贪狼 月煞 孤龙 我跟姑姑听得久久不语 朱立成是被养废了呀 他都有本事考上本科 若是从小好好教育 不溺爱 不偏袒 不放纵 又岂会是破君呢 谢谢麻先生指点迷津 我认真道谢 麻先生哈哈一笑 哼着歌走了 并不需要我们为他在城里安家 回到市里后 我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写作 毕竟我还是一颗文曲星呢 大学毕业后 我开始读研 等我读完研后 辜负在省里展露头角 坐上了二把手的位置 省长是铁板钉钉的事了 红韵齐天至此一一应验 我精心雕琢数年的作品 紫薇闪亮 朱雀成风也出版了 我自己还特意去买了一本 在田径的下午 坐在阳台的吊栏上静静地翻阅 我很希望读者能明白麻先生的一番苦心 女娃娃可以闪亮 也可以成风 因为女娃娃可以是紫薇 也可以是朱雀 对吧 女娃娃凍亮 全多不一年 算我是小路 所以我加上了三大银 又是粉 infrared 打一个滑轮的 注意力量